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今年刚过62岁生日 所以在退休之前 我大概是课程放上网络上 最多的一个老师 全球 不是只有台湾 全球 这是因为我相信 知识是应该传给别人的 这种知识是非常有用的 你现在如果看不出来 我也没办法 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也看不出来 这样跟盛哲社会学 我已经教了N次了 比刚刚讲的次数还要多一点 绝对超过五次 我的名字是这个 这是电话 最好不要用 因为我很少在学校 现在大部分时间在家里 如果Email可以就可以 我们还不够熟 所以不会给你交换LINE 或者WeChat 不会 所以这基本资料 你该知道的 基本上这门课叫盛哲社会学 当然很多人会说盛哲是什么 或者原来是这个德国的学者 叫雅思培的人 大陆的翻法不太一样 这是这几本书 这是比较新的傅培隆老师翻译书 但是这个是翻译 旧的翻译拿出来重新出版的 你看他以前出版的是这样 内容基本上是一样的 还有另外一个人翻译的是这样 这个书因为有时候比较旧版 你可能买不到 所以买得到的是那一本 那那本书呢 因为书名就叫四大圣者 那本书原来书名不叫四大圣者 原来雅思培的英译本是这样子的 就讲了四个人的名字 他们有说Four Great Philosophers 没有 但这一套书呢 它的全套原来叫做Great Philosophers 大哲学家 如果你要笨一点翻译叫闷 大哲学家闷 那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只有在中文的脉络叫四大圣者 那因为他没有讲穆罕默德 所以我就加上讲穆罕默德 那这本书大概是1950年出版 他是学哲学的主要 那我学社会学的 所以我就觉得 插了50年以后 我可以再多加一点什么 我们在中文世界做学问 不一定要老是跟在外国人屁股后面跑 我们可以站在他的肩膀上 可以看得更远 这是牛顿的一句话 所以他基本上要讲的是 根据目前公认的出生年月日 公认的布培里瓦真的是 佛陀 孔子 苏格拉底 耶稣 还加上穆罕默德 前面就是所谓的四大圣者 加上穆罕默德 因为穆罕默德离这些人都差了比较远 穆罕默德离耶稣至少 还有500年左右 然后这些人如果以耶稣为中心 大概往前500年 可以涵盖到佛陀跟孔子 苏格拉底 往后500年就涵盖到 莫罕默德 所以如果以耶稣为中心 我们现在所谓的西元祭年 是以耶稣为中心的 你每年庆祝圣诞节 那是一个假的节日 因为他不是在那年出生的 耶稣不是在西元一年出生的 他也不是在西元前一年出生的 他在西元前四年出生的 然后据说他也不是在那个时候出生 不是冬天出生的 所以圣诞老公公呢 这是后来乱搞的事情 Saint Nicholas 那都是把很多故事就砸在一起 就像部队锅啊 或什么大杂烩啊 牛杂汤啊 这种概念是一样 砸在一起 就给他一个叫做圣诞节 所以你很认真的去考虑 他圣诞节不是那么一回事 这是历史造成的 我们会讲一下 但不太有人注意这个问题 所以呢我们这几个人呢 刚好除了孔子 跟苏格拉底 特别是苏格拉底 没有被认为是所有任何教的始祖 孔子呢偶尔还被误会 因为在英文里面 儒家哲学叫做Confusionism 那这个Nism呢 又跟宗教有点关系 所以有人就翻成儒教 教就是宗教的教 但是原来儒教的儒教呢 是有广泛的意思 不是只有宗教这个可能的意思 还包括教化 教义 学说 都是在传统的教里面 所以这个 讲儒教其实不一定是西方的那种概念 叫做要去崇拜 相信有个真神 这样 所以很不幸的 这个很多人就把这个 尤其老外 就把孔子认为是儒教的教主 其实这个跟我们现在的宗教概念是很不一样 所以到了什么考试的季节到孔庙去拜孔子 希望他能够保佑考生考上 这完全是不搭嘎的事情 但是有人高兴那就算了 所以这是一个我特别说 苏格拉底是最清纯的 没有被这种任何宗教看上 然后给他黄袍加身 然后变成一个重大的宗教的发明人或者始祖 苏格拉底是唯一没有的 孔子也被搞到有点难看的地步 所以我是想从苏格拉底的这种清纯形象 然后让这些人都还原到那个地方 然后为什么后来他们会变得那么的华丽 那我也会教你为什么 让你知道有个历史的脉络 现在之所以成为现在 那是因为过去层层的累积的结果 所以这堂课不是要宣教的 不是 我甚至希望你如果信教的话 你没有抱着一个开放的心 我建议你不要来修这门课 因为这门课给你的都是烦恼 有人就常常回去问他牧师 说我们孙老师上课的时候 他说你是信孙老师是信我 我说你应该说你是信孙老师还是信耶稣吧 牧师只是代言人啊 跟我一样 I'm just the messenger Don't kill the messenger OK 所以这里是宗教创始人 但是我们不从宗教角度来 我这里不会鼓励你相信任何一个人 不会 但你要相信任何一个人 那是你的自由 我希望你认识这些人 在最原始的经典里面 在最原始的经典里面 然后这我的课呢 跟一周刊这种有点类似 就会把历史上的八卦都告诉你 我所知道的 所以八卦不是今天才发明的事情 只要你有名都有八卦 所以除了专传统的用法之外 我们会从知识社会的角度 我们在学校教书 这跟在路上随便找一个人 谈一个事情是不一样的 就像我谈爱情社会学 跟这种大嫂团啦或什么 我今天看陈文倩也要谈爱情 我想是是是大家都可以谈爱情嘛 对吧 我最近还写了一本书讲论语呢 四大册 连我都可以讲 别人也可以 但你要注意到 他是从哪个角度来讲 我是从知识社会的角度 所以第一个部分 永远会谈到 甚至社会相关的文献 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一个讯息 都不去探讨 这个讯息本身是可靠还是不可靠 合情理还是不合情理 有些事情是绝对不合情理的 你也愿意信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在台湾算是这个 你们这个年龄层最优秀的人 如果以前的说法叫冰山的一角 现在说法叫御饭团的第一口 我们要有点本土化的比喻 你们都这样子不好好的求知识 那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所以一样 圣哲又洗掉了 圣哲的相关文献 这文献你就可以看到层层累积的 累积到后来就越来越夸张 第二个他们的生命历程 这些人的一生是怎么过的 很多人大概除非你信教 不然的话你大概不会知道 耶稣太多的故事 大部分中国人都不知道孔子的故事 因为孔子诞成我们没有像所谓的圣诞节那样 好好地把孔子的故事 讲给所有后代的子孙听 中华文化 我们不以这个政治疆界为主 所以老外知道耶稣诞生的故事虽然是假的 但他都知道 那孔子诞生的故事你知道多少呢 那你知道多少是正确的呢 所以这是生命历程我们会讲一下 还有人际关系 我特别重视是这些人本身的人际关系 跟他们怎么去谈人际关系的理论 举例来讲孔子我们都讲孝顺 那孔子的孝顺经验是什么 懂我的意思吗 很多人都只重视这些伟大人物的思想 不去重视他的思想 跟这个他自己本身的相关行为之间的关系 我这门课重视这个关系 盛哲都这样我们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 我在这里的隐含的意思是希望大家做事情 不管别人怎么样不管你的前辈怎么样 我们希望教你们的下一代 教你们这一代就我你是我们的下一代了 能够多知行合一一点 不要说一套做一套 所以在这里人际关系的部分 我们特别会从传统中国的五轮关系来讲 他的跟父母亲的关系 他跟妻子的关系 他跟小孩的关系 还有这些人都是老师级的人物 他跟学生的关系 所以这是大部分的宗教不太会说的 或说的时候不会认真去说的 像光是这些门徒有几个 说耶稣有十二个门徒 我就很认真算了一下 好像不是吧好像是三个啊 是有人同名同性还是怎么样 怎么会有十二个门徒呢 孔子到底有多少弟子啊 来说七十二的请说 七十二弟子 三千的请说 有名单吗 你怎么知道三千 我先告诉你 透露实际里面说 孔子有七十六个弟子 然后后面名单加起来 七十七个 谁多出来 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孔子弟子的名单 在一本书叫孔子嘉宇里面 他也说七十七个 你要不要把这两个名单对照一下 据我所知没有人对照过 一直到我 历来没有人对照过 你知道吗 多少人读书都没有人去对照这两个名单 我不敢相信 要不然就我没看过 那是我的无知 所以我就有一天花了一下 我时间说好 我就这一次把这个问题澄清清楚 到底有多少位学生 我就画了一个表 后来在我的书里面出现 然后被人家找到两个重复的人 原来我写八十九个 所以删掉两个重复的 应该八十七个 前一阵子这本书在大陆要重新出版 我又认真把它看了一遍 八十七个有名字可查的人 那三千那是随便说说了 任凭若水三千 白法什么三千丈 对不对 都讲三千嘛 对不对 你欠我三千 所以这顺便跟你讲一下 还有人说 老师是不是 孔子的学生都在论语里面出现 那论语里面有出现多少孔子的弟子 在那个八十七个名单里面 据我所知也没有几个人算过 后来我看到有一个人算过 在我已经算过以后 我看到有人算过 各位要不猜一下 孔子的学生在论语里面出现的人数 大概多少 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 有名可考的是八十七人 重复的跟只有在实际里出现的 跟只有在孔子家里出现的 那在论语里出现多少人 猜一下 只要讲那个第一个数字 他是两位数 你只要猜第一个数字 认为有七字头开头的请举手 好六字头 反正这猜名游戏不用钱了 也没奖品 五字头 四字头 不是十字头 四字头 三字头 你们这些人 现在已经愈来愈 期望愈来愈低了 被我这样一讲 二字头 好一字头 好 各位数的 没有 好 在我书里面有 讲义里面也会有 总共二十八个人 有人出现一次 有人出现 论语总共大概五百多篇 如果你这样算 有人出现一次 有人出现好像四十次 出现最多是谁 猜一下 颜回 他真的是他的重要点 然后其次呢 子共 子路 大概就是三个 其他人的次数都非常少 这很有意思 顺便我们会讲一下 反正我已经完成一本课了 也出了一本书 所以 然后最近还论语出了四大册 这样 所以这方面我真的是比较熟 这个是绝对很少人能忘我向背 好 还有呢就是思想发展 孔子的思想有哪些 耶稣的思想有哪些 那我这个思想讲的都是人际的思想 而不是说佛教的道理 佛教很多道理我根本就看不懂 看不懂 我真的看不懂 所以那个太高深的东西超乎平常吸收能力 我就不讲 但是你可以上网查 如果你认为网上查那个你看得懂 那就是你懂 我是上网查了我都看不太懂 为什么是那样 我到时候讲给你听 为什么我不懂 我连不懂我都可以讲给你听 不是两手一摊 我不懂 我不懂 为什么这个会变成这个 为什么 如果是我们尝试都觉得 这个东西就会变成这个 那我们就不用讲 这大家都应该懂 如果你懂 为什么A可以到B 然后我不懂 为什么A可以到B 那你就应该解释给我听 那如果你不懂 为什么A可以到B 那我懂我就应该解释给你听 不是这样子吗 可是呢我觉得很奇怪 很多人常常就是 他都这么说了 你就这样信吧 好像就是说老师讲错了 你考试的时候照着错误的答呀 你相信真理吗 还是你相信权威 你知道吗 这些人都没有一个相信权威的 所以我如果这张课 还让你相信权威 那我还教圣者社会学 你不觉得这是我自己打脸吗 好 所以这是第三部分 第四部分就是 就是将他们思想正典化 还有圣者化的过程 我通常简单讲叫深厚 为什么深厚被搞成这样 孔子的葬礼 是当时的一个观光项目 有连燕国来的人 从北方来的人 都跑来看 为什么太有名了 你认为脸书上揪团吗 参观孔子的葬礼 孔子葬礼 你看有名到那种豪华奢侈 这种词到一个绝对孔子 不会赞成的地步 但是有什么用呢 弟子喜欢 因为只有老师越伟大 弟子才越有前途 这就是宗教 学术不是这样 所以相关的文献 生平 思想跟深厚 每个人都这样讲 那苏格拉底资料稍微少一点 还有时间上面关系 所以呢 苏格拉底我只讲一堂课 其他的我都讲三堂课 然后把这两个并起来讲 然后这个各讲一次 或者怎么样 看长短 所以呢 这门课是首创的 因为没有人开这门课 我开这门课 通常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 你用什么课本 我说我不用课本 我自己编 你能教吗 你第一次问我 我还不知道的 你现在问我 我已经教了好几年了 讲义累计已经八百多页了 我能教吗 哼 就像你现在问我 诈骗社会学你要教什么 我只好说你来看啊 因为我第一次教啊 这里没有一本教科书可询 所以你学习的时候 在大学学习 特别不要强调教科书 因为有教科书 你自己坐在主书馆就可以看了 你的聪明才智 难得倒你吗 尤其中文的 你英文更好的话 那你更没有人难得倒你啊 所以要建议同学英文好 是因为你英文好 就真的没有人能难倒你 你英文不好 你只能陷在中文的世界里面 中文世界有些东西你是看不到的 就算我们在台湾很自由了 有些东西还是没有被翻译的 你还是看不到的 你当一个学生 你就应该视野要宽阔 让没有任何人能够挡住你 我觉得这是你学习的重要目标 不要让任何人挡住你 连老师都不应该挡住你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自学 因为我基本上是一个自学出身的人 我在上课 来的顶多就是为了应付老师点名 我永远看我自己的书 我永远有我的进度 因为老师教的东西 常常引不起我的兴趣 所以你不来 我完全可以理解 但是你学不到东西 不要说是我害你的 我给你很大的自由 虽然我心中淌血 好 课程中这相关讲 还会指出相关的文献 因为很多人就随便讲讲 就算了 我觉得我们做学问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那根据是什么 而且那根据可靠不可靠 还要从经验来判断 我觉得我们缺少这个东西 所以我会特别注意 这个来源的问题 还有学会同学 你要尽自己的力量好好阅读 因为现在有了网路以后 老师讲错的东西就非常容易 你们随便查一下 你们今天好像就一两个人带电脑 对不对 要不然你随便查一下 有时候你就会发现我讲的错了 能够查到的东西 有一些我就不要 我就不要讲太久 因为你能查得到 你应该回去看 等一下就会有一个小作业 这个过去有人做过 我希望你不要在网路上 问任何人这个作业怎么做 但这个作业呢就告诉你 你查得到跟你查不到 这个作业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要修 下礼拜一定要交 你查一下五大圣哲相关的女人 她的妈妈 她的太太 她的女儿叫什么名字 顺便还要加一个人 郑成功 的妈妈叫什么名字 郑失败 对不对 你如果手搞笑板 你别忘了这门课是圣哲社会学 不是幽默社会学 幽默社会学可以接受这个答案 圣哲社会学这就不及格 五大圣哲 五大圣哲 他们的妈妈 孔子的妈妈 举例来讲 孔子的太太 孔子的女儿 孔子的女儿 孔子有女儿啊 孔子有女儿 你查一下 还有他们有几个太太 这五大圣哲里面 最大挑战是谁呢 最大挑战是 穆罕默德 因为过去的经验 因为我有答案 在我的讲义里面 我希望你不要查完 我讲义再去那个 那就没有意思了 这是一个游戏 你的答案错误 也不会惩罚你 懂吗 我只是要让你知道 你查到的东西 跟我可以教你的东西 是有差距的 这样你上课才有意义啊 如果教你的东西 全部可以在网络上查得到 那我是干嘛 你干嘛要来上课 你干嘛要浪费你的生命 坐在我的教室里面 所有我讲的东西 都只是有声书 我只是一个仿真机器人 我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 我没有任何自己做过的功课 你跟我学干什么啊 好 所以这门课是老师从头演讲到尾 因为要录影的关系 还有我喜欢这样的课 我不认为大学生可以讨论 很多老师 我是老派的啊 我觉得你不读书 讨论什么 我们又不想虚拟成为名嘴 随便提供你一个资料 你就在电视上乱讲 你去查一下你就知道 你真的要乱讲话 你真的没那个资格 所以呢 还有同学分工报告 等一下会说明了作业的情况 然后要看修课人数多寡 来决定来调整这样啊 还有呢这门课主张就事论事啊 特别强调 因为这里牵涉到很多人 宗教信仰的问题 我在讲课的时候 绝对不会污蔑到你的信仰 我如果讲有什么你不同意的 请你看我举出的资料 还有我对这些资料的判断 譬如有人说耶稣是私生子 有书上这样写的啊 那他根据是什么 当然你是信徒第一句话是说乱讲 不就结束了吗 对不对 然后你发脾气嘛 然后就结束了嘛 那你学问就没有学到了嘛 那如果你愿意说他为什么这样讲 其实可能是乱讲 他的根据是什么 你看他乱的根据是什么 那看一下然后他根据是那个 然后那个可靠还是不可靠 我觉得应该是这种心态 懂吗 所以我希望你如果真的信教 抱一个开放的心 你要知道有人讲这个 你不一定要相信 我还是强调你不一定要相信 因为这门课牵涉到的有些人 尤其是像信基督教的 信伊斯兰教的 台大现在好像伊斯兰教的学生 越来越多 以前我觉得好像都没碰到 最近有 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好事 我个人认为是一件好事 好 所以这个是我特别要强调 所以呢 凭文献证据说话理论 不执着在个人的信仰跟立场 我跟你们都要这样 这堂课才会有意思 你才能学到知识上的 而不是学到信仰上面 好 那如果不能认同这个前提 你就不要修这门课 不然的话你没有什么好处 你也不要尝试说服我 不要尝试拯救我的灵魂 好像我要信什么教的才能怎么样 不要跟我分享你的人生的好处 我对我的人生目前是非常满意的 我不跟你分享那个 你也不要跟我分享那个 懂吗 不要来跟老师传教 不管你是什么教 我对伊斯兰很有兴趣 你也不要跟我传伊斯兰 我喜欢是看书型的 好 所以先跟各位讲一下 所以我也会以身作则 这门课跟其他课一样 要放宽你自己的思想事业 如果在大学最后 大部分人的大学 你们大部分人是最后 人生受教育的阶段 有些人不会在念研究所 如果在这时候你的脑子还没开 你的思想还没开 你这笔子大学就不会开了 你大学就白念 尤其你念这所大学 你知道很多人 最后在这所大学毕业以后 最不愿意提的就是 他是这所大学毕业的 因为没什么好说的 好像跟别的大学毕业差不了太多 如果你将来有小孩 在他小学四五年级 学四则运算的时候 这发生在我的朋友的身上 他妈妈不会解 不会用算数的方式解 他会用代数的方式解 小孩哭啊 你还骗我 你念过台大 台大会解算数吗 台大大概不会解算数 小孩觉得你念完台大 应该会这个东西 我那个朋友跟我讲的时候 我都快笑昏倒了 天哪 我们台大竟然被看不起 是因为我们不会解四则运算 好 希望选择这门课 同学跟老师一起努力 我这门课的书 目前还在看 因为这真的是一个无底洞 真的是无底洞 所以我希望有个美好的开始 好 那作业要求 第一个同学撰写一份 我的志愿的文章 这是学孔子 因为十有五而至于学 你们都超过十五岁 很多人在二十岁加减一点 我希望知道你们 知不知道你们未来要干什么 这个作业 这个作业你通常在小学以后 没再做过 对不对 如果你修过我的课 这个作业可以免做 你写个条子说 我已经在别的课上 这是我所有的课都要做的作业 所有的课 为什么 因为我要让你好好思考一下 你的人生 为什么 因为你不知道你能活多久 原谅我讲的这么的白 如果你的人生活到一百二十岁 然后你从来都没想过 每天混日子 跟你的人生只活到下个月 然后你完成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哪样的人生是比较有意义的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下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下 所以为什么要叫你写给我的志愿的文章 你当然可以糊弄我啦 随便写啦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还有你去上网找普鲁斯特问卷 然后回答每一个问题 网路上都有 都一样 你如果是英文好 你就用英文的回答 有交换生用英文回答 你中文的就用中文回答 解体繁体都有 普鲁斯特问卷 这两个普鲁斯特问卷 是让你好好地认识自己的某一些面 你可能想都没想过的 我这个作业基本上不太会改 这个作业是你的东西 不是我的东西 我就看过 除非你写的很有趣 我不会做任何道德评段 有同学说 老师我没有任何作业 没有任何志愿 我也就打个勾 打个勾不代表我正统你 我可怜你 念这个学校还没有任何志愿 还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 那普鲁斯特问卷也是一样 所以你做我的作业 如果你要混那是你的事情 你不要期待我拿个鞭子在旁边 说奴隶 你怎么可以这样回答 你要回答是你的事情 如果人生只有这次机会 你上我的课 或只有这次机会 你回答这些问题 你希望 你就这么样浪费掉吗 这个作业大概都没有老师做的 没有老师指定 普鲁斯特问卷 这个我的志愿大概早几年 普鲁斯特问卷 最近我听说 说有的企业 叫员工做这个问题 我就上网去看 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认识同学作业 这堂课如果照目前的阶段 那是可以做的 我的课上学期人最多 一个社会学丁 一百三十几人 认识同学作业 都要你认识班上 一半以上的同学 有人误以为 那堂课只有一百二十几人 做到六十几人 就已经高兴到 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后来我一发现 一百三十几人 他都没做到满分这样 认识同学作业呢 跟你的普鲁斯特问卷 是合起来的 为什么普鲁斯特问卷 是你问你自己 认识同学作业呢 你可以考虑 把其中有些问题 去问你的同学看看 看看有些你很困扰的问题 他们是怎么回答的 一方面呢是这个 一方面是很多人 在大学休课 很容易就错过了 人生的缘分 十年修的同传度 百年修的共整棉 你十几堂课 在一个教室里面 如果你每一堂都出席 你难道不希望认识 跟你同修一门课的人 你不认 原来不认识的人吗 这是我的出发点 难道你不想吗 然后你们这个时代 都比较窄 认识一个人 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压力 但是因为都是同班 都同校的同学 这些人基本上不是坏人 或者是我也不知道 如果他有些过诈骗 我还可以查一下 所以我建议大家 花三个问题 我没有特别讲哪三个问题 是因为我希望 这个权力在你 但是这个作业实行了很多年 我不得不禁止同学做某些问题 第一个叫无脑题 禁止的至少三个问题 不准问同学的 最喜欢的颜色 血型 星座 除非你要数学给他 那个健保卡一扫就有了 不要做这种无脑题 真的要跟人好好见面 谈一谈 千万不要Google表单 你一个作业只拿出来 同学请学你的名字 学号 第一个问题答案 第二个问题答案 第三个问题答案 这样 千万不要做这种作业 这作业我要现在就告诉你 这是不及格的作业 你脑子都没花 你是希望怎么样 将来器官移植的时候 人家喜欢你的脑子 因为从来没用过吗 全新的吗 花一点时间想一下 你想认识别人什么 太隐私的问题不要问 譬如说手机号码 对不对 这不是把妹的课 这太好了 我早就看到那个人了 我要跟他深聊三十分钟 不要忘了是跟全班 然后你现在看一下 这个教室带了多少人 你要至少要聊过对象 要超过一半以上 这个是做得到的了 有一届 大概五六年前 一百二十七个人的时候 有一个同学做到第九十九个人 就做不下去了 再也找不到第一百个人了 为什么 很简单啊 第一个 你讲完话的人 你都不知道 哪些人你讲过 哪些人你没讲过 所以你第二同学会跳课 有些人永远不必等啊 他从来没来过 所以当然找不到这些人 一百二十七个人 他做到九十九个 如果我有美国时间 或我有助理 我去虐待助理 你知道我可以做什么事吗 我做过一个 曾经在二十人的课里面 我就自己做 我左边这边 列出二十个人的名字 右边这边 也列出二十个人的名字 然后呢 我看这个人访问过什么人 然后这个 这个人被多少人访问过 这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你问过多少人 你被多少人问过 画一个这种表就出来了 只是现在这个表 如果是 如果是五十人 这边五十 这边五十 加起来多少 五十乘以五十嘛 两百两千五百嘛 两百五 等一下 五十五十 两千五百啦 对不对 这表会很大嘛 但是我不花时间做事情 我告诉你 日本上是做得到的 但我希望你 尽你的努力去做 同学 认识同学 千万不要只填写问卷 这个我刚刚讲 所以你要修这门课 很多人说我要修你的课 我说你听听看 你要不要做这个作业 这个作业听起来非常困难 可是对于哪些人很有帮助 你不敢跟人家讲话的人 这个作业至少你跟人家讲过话 不管人家记不记得你 你记不记得别人 如果这个作业做得更好的话 你在这里找到终身的好朋友 这绝对超过你修一门课的所有价值 没有这个作业 没有这个作业 你一点机会都没有 有这个作业 你带着我的上方保健去跟人家聊天 没有人敢拒绝你 如果没有你想 你敢随便跟人家聊天吗 同学一门课的人 现在不是上方保健吗 大家都会问来问去 所以在前一礼拜 这作业没交之前 课间没有人睡觉啊 没有人趴下来啊 都在那边通学 很热闹 我最高兴就是那个礼拜 然后大家就不挨了 哎 天无百日情啊 因为我们教的是社会学 社会学是人际关系 真的不要害羞 我给你保证 你就算害羞 这堂课 这门作业可能是你少数有收获的作业 我真心的希望 你们在做这个作业 对你的整个人生有帮助 而不是指这门课有帮助而已 好 这是我真心的希望 好 第三个作业 读书心得 读书心得 读书心得要在本学期讲义中列曲专 选一本书来写 所以这门课的这个读书心得的范围 是最广泛的 所以你好好看我讲义后面的参考数目 你可以选厚的 你可以选薄的 随便你 以前别的课我都有一个书单 那这门课没有 都在讲义里面 我建议你如果没有别的那个 你就去看这些人的传记 佛陀传啊 孔子传啊 穆罕默德传啊 苏格拉底传啊 这些人都有传记 你可以看一下 或者看两三本 比较一下 随便你 所以这里读书心得 擅自少数来充数 数不计算成绩 你不要说我喜欢老子 我喜欢庄子 我就看老子传 庄子传 要不然最差的借口 说老师我在图书馆 借不到书啊 你们的学长 借不到书都站在成品看完 夸了三天看完一本书 虽然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 你应该买一点书 你的那个电脑 那个电信费应该好好 涨个299吃到宝的 降一下你还可以买书 还有这个集体作业 是四个人为一组 有时候我讲的比较自然科学一点 就三加减一这样 我说就是三个人到五个人 好吧 听懂了吗 所以原则上以四个人为主 那四个人有什么好处 四个人可以打麻将啊 四个人叫精神车啊 对不对 一台精神车可以啊 对不对 你就不必挤的那个 所以四个人为车花一场 跟本课程内容相关的活动 如果你没有什么idea 我可以先告诉你过去做过什么 第一届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们能做什么 结果有两组同学做到桌游 发明了两组桌游 完全不一样 有人做大地游戏 有人还做什么算命的机器 什么之类的 什么弄了一个什么 反正因为同学来自不同的科系嘛 反正就你们想象一下可以做什么这样 有人发明了什么塔罗牌之类的东西 反正你们现在桌游很多人很盛行 然后就从桌游的概念把它转到这个我们教的五大圣则上面 这个作业是最有趣的作业 读书有一点乏味 但是你读书这个知道说你看了一本书 到底比孙老师教的讲义内容丰富还是不丰富 丰富就可以弥补我没教你的东西 不丰富你就可以知道我上课花了多少心思 上我的课绝对胜过读多少本书 因为我真的是花了多少时间 读了多少本书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你不费吹灰之力 你不必再经过我同样努力 你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这就为什么你站在我肩膀上 你可以看的比较远 但是你想站在我肩膀上 如果你的身高到不了我眼睛的高度 你看的不会由我远 所以这个站在人家巨人肩膀上能看多远 得看你自己的身高有多高 好然后还有一上课的临时规定小作业 因为我不知道郑成功母亲的名字 我看到有人这么说 我说你根据是什么 我还到了安平古堡去看 写郑成功母子像 那他母亲叫什么名字啊 然后人家告诉我XX4 因为他是日本人 XX什么啊 总该有个名字嘛 还有人告诉我是这个名字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郑成功是那个名字 这是他推论的 我没有在任何经典上面 当然郑成功我不是专家 我得特别声明一下 所以这个作业都要在下周一交 所以下礼拜你就要先交一个这个作业 然后要交我的志愿普鲁斯特问诀 所以这是大概的五个作业 然后没有期中考 我们的期末考方式还未定 过去曾经出过那种 从讲义里面来找题目 你们出题你们回答 然后我坐在旁边看热闹 然后你们还带礼物来 每个人准备一个一百块上下的礼物 这个学期应该好一点 如果是上个学期末的话 很多人买那个小白兔暖暖包 因为九十九块三包 刚好符合呢还带发票 外衣中奖的话 所以你就上来问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有一个人回答 他回答对了你就送礼物给他 然后他就上来 然后问一个问题 然后下面一个人回答 各位了解这种 一直转的 然后你们就可以 如果你认识同学还没认识完 你就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然后我可以全部认识完 你们所有人 把名字跟人对上 所以这是一个最有意义的那个 不像你们现在考试 就低着头 我都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啊 你是枪手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是最有意思啊 我干嘛去考你五大胜责的那个 所以另外一个就是 你们上台来报告你们的集体作业 你的作业怎么玩 什么idea 同学可以问问题 所以呢这种作业 如果有人是搭便车的 有同学做的很差的 我连骂都不用骂你 你只要比较一下 你就知道 有些同学为什么同样修这门课 可以花这个心思 做出这么好的作业 而其他同学就在那边混 然后你为什么这个作业 能找到什么人 因为你在访谈的时候 你就可以找到人 不是吗 所以这个作业是环环相扣的 所以你愿意做 这个作业很快就做完了 你去考别人其中考 那是你家的事 跟我无关 如果有一个教师指定作业奖 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入位 这种作业没有人做过的 你碰过吗 上我课以前碰过这样的吗 如果大学还在那边考试 几个解释名词 几个那个 这不是你从小做到老吗 如果你还出英文试卷 还把总统骂一顿 这不是很难看吗 英文好到那地步 需要去骂总统吗 真是 对不对 好 所以这是这样 所以不采取常见的作业配分法 什么其中考占40% 期末考占60% 我觉得那都是无聊的事情 所有的作业不交 一个作业不交就不及格 就这么简单 交了就过 我的成绩只有两 只有三个 一个是过跟不过 过以后呢 有过的写的不错的 还有写的很差的 就这样三个成绩 三个成绩 在我的最后的成绩单上 表述就是打一个勾 还要打一个勾 然后再画一条线 就表示你做的不好 还要打一个差 大概就是三个 那个在细部的那种什么 谁比谁多一分 谁比谁少一分 我个人认为在大学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在我这门课 除非微积分 不然没有任何意义 了解吗 所以你最后呢 你的作业 会有第一栏 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然后呢你会打 会有勾 全部打勾就是A 如果你有些 我还加一个加 表示你做的不错 因为有些作业 我没告诉你要怎么做 但有人呢 非常细腻的 替读者着想 让读者了解的更多 我觉得不错 我就会多给你一个加 所以你到时候的成绩是A加 只要任何一个作业里面有个加 你最后都是A加 然后那个作业比较差就是减 然后你的作业就从A减 然后往下掉 就这样 我不想发明太复杂的制度 而且成绩大部分人 现在对你申请奖学金有点帮助 你的人生 没有人在问我 我哪一堂课的作业几分的 这是一个相对于不重要的事情 在大学你要学到 对你人生最重要的事情 不重要的事情 真的是过眼云烟 千万不要去学不重要的事情 我相信我教你的 没有一样是不重要的事情 下个礼拜是要讲圣哲 社学的基本问题 我们会先把一些基本问题 先讨论好 然后佛陀三个礼拜 孔子理论上三个礼拜 苏格拉底一个礼拜 耶稣三个礼拜 穆罕默特三个礼拜 然后有一个期末考 五大圣哲的约略生平资料 为什么讲约略 因为这些资料都不是 都是公认的 不是他们真正有的 先告诉你为什么叫BCE 跟这个CE 因为呢 BCE原来叫Before Christ 跟Arnold Domini 这个呢 是非常强烈的基督宗教的做法 现在遵从各宗教平等 所以我们不能够 只从基督宗教的立场 那基督宗教已经变成是大家 习用的啦 所以就改成 Before Common Era 所以BCE 这BC加个E 但这个C是不一样 不是Christ 教徒称耶稣为基督 那是救世主的意思 我们不是教徒 不必称他Christ 我们叫他耶稣就行 那佛陀不一样哈 佛陀是只要觉悟的人 都是佛 佛陀都是布的 佛陀不是一个专称 很不幸的 后来变成专称 其实只要你觉悟了 开悟了 那就是佛陀了 佛陀只是一个开悟的人 就这样而已 原始意义就是这样 现在佛陀变成庙里面那个人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 孔子 那这个BCE 那孔子原来的年代 是有在古书上 只有两年的不同的说法 大部分人采取史记的说法 就变成好像只有一种说法 其实不是的 两种说法 孔子生在哪一天 现在都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中国大陆的学者 又根据什么天文的最新的考定 孔子诞辰不是9月28号 好像是10月3号 还有几号 但是大家习惯了 就 孔子诞辰一直是9月28吗 不是的 之前是8月17 英历的 然后到了民国 变成要阳历的 所以改一改改改改 改成9月28 然后现在台湾 基本上不太纪念 然后中国大陆纪念 台湾反正现在 连孔子都不要 孔子是世界遗产 这跟谁要不要 没有任何关系 你不要他还在 你不要老外要 你不要日本人要 你不要韩国人要 好 那孔子的孔庙 顺便讲一下这个概念 对你们要去参观孔庙 我忘了写 孔庙作业也要跟同一天交 就跟那个普鲁斯特问卷 这是新家的外家的 寄下来孔庙作业 参观孔庙 问孔庙碰到的人三个问题 不要问他碰到同学 同学你也来啊 这是第一个问题吗 不要来这套 不要来这套 你去访问其他参观孔庙 显然不是修本门课 本课程的人 去问他三个问题 你会碰到很有趣的 因为历来都是我的课的学生 在那边问问题 所以我一次去 竟然被认出来 孙孙老师 我问你怎么知道 都是你的学生 来问问题 我没有给他标准答案 各位同学 我要的不是标准答案 我要的是 你自己去问别人的问题 然后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然后你去顺便参观一下 旁边的保安宫 记住啊 孔庙有一天不开门啊 孔庙有一天不开门啊 每个礼拜有一天不开门 你不要那天去啊 过去都有同学指着 那个营业时间 然后就这样 然后说 老师这作业没办法做 因为那天不开门 那个作业零分 你很幽默 没错 表情也非常好 没错 零分 因为你有各天 很多一个礼拜 有六天可以去 你选那天去 然后那天不开门 然后你的作业 就是照一个照片 这是不及格的作业 同学 同学 听懂了吗 这是不及格作业 不要选的那天不开门 所以还有人不开门 那我去保安宫好了 你去保安宫 你也没发现 保安宫里面有孔子啊 保安宫里面有孔子 你去看啊 保安宫不只有孔子 还有另外两个子呢 那孔庙 孔庙为什么叫孔庙 那为什么孔庙 没有人烧香拜拜 我以前的一个作业 我告诉你这个 但是不准备在这里 当作业 好 去孔庙跟孔子 造一张像回来 你只能造那Q版孔子 因为你觉得孔庙 应该大城店里面 有孔子像啊 有些大陆 有些庙有啊 台湾所有庙都没有啊 孔庙 为什么 第二有香炉吗 大陆有些庙有啊 所以大陆文革以后 已经文化都已经上升 孔庙不是庙 不是佛教意义的庙 孔庙的庙 是中国古代庙堂的庙的意思 翻成现在白话完 就是纪念堂的意思 你去中正纪念堂 然后在前面摆一个香炉吗 然后摆一个什么功德香吗 所以有人说孔庙为什么 还是有人去拜的啊 但孔庙不是庙 不是佛教意义的庙 孔子在佛教传来之前 所以各位要注意 虽然我们叫它孔庙 它不是庙 所以你不要用保安公那套逻辑 来看孔庙 你应该用保安公那套逻辑 来看孔庙 为什么没有 对照保安公的有跟孔庙的没有 你就可以看出很多故事 当然这还你还是不用读书的 你再读书故事更多 所以孔庙不是庙 不是我们现在意义那种烧香拜拜庙 所以你去拜孔子 希望你考运很好 我相信那是绝对没有用的 虽然我不是孔子 我也大概可以推论出来 好那苏格拉底没有庙 离我们很远 所以不用去 耶稣 穆罕默德 我本来希望 但是我不太知道台湾的 我本来希望你去参观任何一个教堂 比如说基督宗教的 天主教的 你去参观教堂 我不知道台湾教堂 是不是对外人那么的和善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我不敢让你们去 清真寺 我也不敢让你们去 因为我不知道 会不会打扰别人 因为你们有些人 真的是很白目的 可是很多人没有进过清真寺 没有人进过清真寺 所以清真寺很不一样 但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自觉白目到 最好不要出门去问那个 你到孔庙 因为孔庙基本上不会 没有这些问题 我去过孔庙好多次 我的学生也在那边做 做罪好多次 孔庙没有一次写信给我 说请让你们学生不要再来 是在干扰了什么 没有 但我很怕清真寺 跟这个教堂 会出这个问题 那我不希望惹这些麻烦 所以我只告诉你 我想过 但是我希望你就去孔庙好了 你不一定要 这个是参访 不是去拜 你说我基督徒 我不能拜谁 孔子那不叫拜 而且我让你去访问 去孔庙的人 什么人去孔庙 这就是你作业会发现的问题 什么人去孔庙 这是我每次看到作业 都觉得到现在为止 就问你什么时候去 什么人去孔庙 你要五六点 五点都要关门的去 那没什么意思了 也没什么人了 万一你被关在孔庙里面 我不知道你会演出什么孔庙精魂记 好 那这个是六世纪基督教僧侣这个人 他所创用的纪念系统 六世纪才开始用这个 才用这个 所以这不是 也不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很习惯的 也不是从古以来就这样 那这是这个大致的作业情况 我们等一下跳到那个美洲进度 圣泽社会学的文献 那这个你回去看一下就好了 基本问题我们大致要谈论的 就从几个观点 刚刚有介绍到 这个亚斯培这个书 原来德文叫 The Grossen Philosophant 他是死后再重新帮他再编辑 他这本书没有完成 很多大师的东西到后来 比较成熟的时候都完成不了 我能有八门课在网路上 那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 贝多芬写完第九号向上去 后来的作曲家都有九号的障碍 因为写完九号你就写不完 当然在贝多芬之前 海顿写了一百零四首 后来美国当然有些作曲家 也写得超过九首了 但是有些真的很认真的作曲家 譬如像马勒 写到第九首以后 就写不完第十首 他就挂 所以这个迷信 真的不要相信 那有综艺本 我很在乎这些完整的资料 综艺本有这本 叫大哲学家 这本书后来有重印本 因为通常大陆的翻译 不知道为什么 第一版都印得不好 然后最后就是括号写个修订版 这不是骗人家的钱吗 我最恨的就是那样的 第一版不好翻译 然后过两年出个第二版这样 好 下一页 这个还是一样 叫大哲学两册修订版 看到没 这是2010年的2005 是吧 然后刚刚这本小本的这个 Socrates Buddha Confucius 跟Jesus 这个是 这本书 然后这个是相关的综艺本 我刚刚讲过 然后最近查 还有一本书 还有一个是有CD没有书的 就有声书 这个 是一模一样 是副培长老师翻译的 内容是没有什么太大差别的 就有声书 不知道是傅老师自己念的 还是请别人念的 就不知道 那另外一个学者 比较有名叫Karen Armstrong Karen Armstrong 以前是一个修女 后来还俗了 就写了很多这个相关的 跟本课程相关的书籍 那他有一本最有名书 叫做Grand Transformation Great Transformation 是这本 英文是这样 那这本书在中国大陆跟台湾 就有两个不同的翻译 名字不一样 都是从这本翻来的 那这个台湾版呢 叫做大蜕变 这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 Great Transformation 它的副标叫Beginning of Our Religious Tradition 这个是2010年出版的 中国大陆呢 后来出版了 不是后来 也同一年出版的书 叫轴心时代 这个就离这个差非常远 但是也是人类伟大传统的开端 那副标题是符合的 所以这本书看起来是没有副标题的 这台湾版 所以各有短长 那当然在台湾的大部分同学 比较习惯台湾版 那台湾版 现在通常的问题是比较贵 但是现在大陆书也越来越贵 那很多书都是 你现在不买 有一阵子就买不到 特别是大陆书 你现在透过淘宝什么 可能还好一点 好 但是雅思培的书没有谈到 莫罕默德 然后另外类似的书 类似的书 从书名上来看 你看像这个人 Karithas The Founders of Faith 他主要是从信仰地上看 有Buddha, Confucius, Jesus, Muhammad 少了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大概只有哲学系的人谈了 我大概是哲学系以外 还会谈苏格拉底的人之一 少数的 In the path of masters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uality Buddha, Confucius, Jesus, Muhammad 少了谁?苏格拉底 所以这种样子 把这四个人摆在一起的 这个讨论1986年 1994年 这很多 还有你看这个是1999年 Mediators between human and divine 天人之间作为一个沟通者 From Moses 从摩西开始讲 讲到穆罕默德 讲到穆罕默德 1999年 然后这个人叫Effy Peters 这个人是在西方学界 研究伊斯兰很有名的一个学者 Effy Peters 他有The Voice, The Word and the Books Sacred Sculptures A Scripture of the Jews, Christians and Muslims 这讲的是书 那中国大陆有一个人 在很早的时候编了一本 叫圣字被耶稣 十三位创造人类智慧的圣者的神迹跟猜想 所以像这样的书 我不是每一本都读过 不是,但大部分书我有 我只告诉你 这个里面有很多人都在集中的讨论这样子的东西 我大概读的是前面 好,下一页 那从轴心时代这个概念 有的叫苏轴时代 因为轴心时代有很多人 在当时有二次大战的阴影 因为二次大战呢 日本跟德国合称轴心国家 那个造成了人类很大的灾难 所以一听到Axio这个字 或者原来的德文的Axenzeit 就让很多人不愉快 所以很多人认为不要再翻成轴心 因为这是一个好的东西 你被那个旧的那个观念污染了 所以就把它翻成书跟轴 就是一个车轮的那个关键的地方 那亚斯培是这个提唱这个概念的人 那原来的英文在1953年 他在这本书里面叫做 Argent and Goal of History 就是从这里 Von Ursprung und Zierdegger Schicht 然后中译本呢 这个只有大陆的译本 台湾没有译本 那这个是2003年 叫论历史起源的目标 它收在一个亚斯贝斯 他们叫亚斯贝斯 或叫亚斯贝尔斯 的这个文集里面 那另外一个是最近的 2018年 我上次到11月在南京的时候看到 回台湾看到也有卖 所以我就没有在大陆买 这个李雪涛也是刚刚那个大哲学家们的翻译的那个老师 好 那这个亚斯贝尔斯这个 这是比较新的 中国在台大附近有些 有些简体式书店 你要快点买可以买得到 你晚了就买不到了 如果你对这个有兴趣 图书馆有的时候会进的比较慢 有的时候不会有 好 那个传统 另外一个重要观念叫传统 传统的观念呢 是这个叫Edward Shields的人提出来的 他1981年有一本书就叫传统 然后这个有台湾 这个译本其实不是台湾人翻译的 在1992年这个译本 那个时候台湾的经济很好 所以台湾的出版社呢 就让台湾人选书大陆学者翻译 这我那时候还多少知道一点 所以呢大陆学者当时生活非常辛苦 翻译的一本书可以赚到一年以上的稿费 所以这本书在大陆原来就有 2007214都有重印本 叫论传统 这本文章写的经济并不像我想象的那么好 我以前没念过就对他很那个 这本书 我觉得观念没有讲得很清楚 就是一个简单的观念 另外一个左派的历史学家叫做 Eric Hobbesbaum 通常叫霍布斯邦 我通常人名都不翻出来 如果不是常用的 因为常常翻译的时候会有一些落差 他发明了一个叫传统的发明这个概念 你看他的书叫Invention of Tradition 其实不是他的书 他还跟另外一个河边 说这个传统呢 他研究的不是中国的情况 研究英国的历史上 很多所谓的节日 很多所谓的传统 都是近50年100年发生的事情 不是一个远远流长的事情 那在台湾也是一样啊 你看我在台湾教书 台大就教了32年 这里面的变化非常的大 这里面变化非常的大 还有一些社会习俗的变化也非常大 那个我记得我刚回台湾1987年 刚好解研那一年 中秋节很多人烤肉 我说奇怪 我小时候中秋节没有人烤肉 怎么就中秋节有人烤肉 这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另外一个奇怪的事情 是高中男生学校 竟然有阿鲁巴这件事情 你们现在还有人知道阿鲁巴吗 知道请举手 真的 现在还有啊 放下 谢谢 我念高中的时候没有 我念大学的时候 没听说高中有这个事情 然后后来我当兵两年 出国六年 所以大概在这八年 出现了阿鲁巴这件事情 不知道阿鲁巴是什么的请举手 我可以顺便解释一下 如果你知道就不用浪费时间解释 不用解释 阿鲁巴也是一个国家 各位知道吗 你上网查一下 Aruba A-R-U-B-A 你可以上网查一下 我上网查才知道 原来是一个国家 但怎么来的不知道 有一次有一个学员写论文问到我 我说我猜测大概就是这几年 就是从1979年到1987年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说你可以去问高中的教官 他们应该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有人说这是马来西亚发明的 然后传回台湾 然后到建宗 我觉得应该倒过来 是建宗的马来西亚乔生传回到建宗 传回到马来西亚的 我觉得是这样 但后来他那个论文我没在看 所以我不知道最后这个事情怎么样 然后你们这代人还知道这种事 真是悲哀 好了 这是发明的传统 或传统的发明 现在你知道很多事情 说不是一直都这样吗 不是的 很多事情都不是这样 都不是这样 我就很怕你们 到了我这个年纪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你们要怎么面对 你们那个时代的世界 反正我那时候已经走了 希望走了 很可怕 我现在常常碰到一些 我完全不知道 比如说什么 有的女生带着一个法卷 然后就上街了 我很想说小姐 你那没拿下来 我才说那是流行 我说这个流行 有什么好看的呢 中国大陆有一阵子 还有那女生头上弄一个 那个什么 你是什么呀 避雷阵吗 这头上长一个东西 你不知道吗 人老了 所以觉得世界蛮有趣的 好另外还有的是把这个人当英雄 就英雄史官的 那Thomas Carlyle 这个人已经是在英国历史上很有名的人 他有一本书叫 英雄已经从崇拜 你看这本书有多少个译本 这是武光找到的 就至少四个译本 但这本书呢 其实是个演讲集 非常琐碎 它里面有一张 没有讲到我们谈的任何人 除了穆罕默德 这很难得啊 因为在这个十九世纪殖民时代 他们从西方人眼光看出去的东方 都是落后啊 他竟然 那个在基督宗教国家 伊斯兰教 基本上是他们历史上的死敌天敌啊 你现在学西洋史 如果还有一张告诉你十字军东征 你就知道这为什么叫十字军东征 这是西方中心的概念 你去侵略别人怎么叫东征呢 东征的概念说 那个地方是我们基督徒的故乡 我们要把它要回来 所以我们叫东征 我以前念书叫十字军东征啊 才会有圆桌武士的故事啊 亚瑟王啊 Lancelot Grennevere 这些故事就是在那时候出现的啊 那你想你是阿拉伯人的话 你想你在历史上有一段时间 莫名其妙就来的群人 宣称那是他们的故乡 十字军东征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 这个就是很难得的事情 在那时代 所以我看了一本书说 伊斯兰这个国家 跟现在的基督文明 为什么那么大冲突 其中有一些关键就是在 基督文明的国家里面 有人写书污蔑 穆罕默德 然后那本书大卖 所以让这个很多 只懂英文的人 看了那本书以后 就觉得伊斯兰教是一个邪教 淫乱 缺那么多太太 跟我们的这个不一样 然后就把所有的坏处 都往伊斯兰上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基督宗教跟伊斯兰的冲突 那已经是几百年来的事情 少数学者像刚刚F.E.Peters那些人 希望透过英文的著作 让人家知道 伊斯兰不是那个样子 希望能够对世界的和平 多做一点贡献 都非常的困难 因为政治人物的利益 就在于鼓励你的分裂 这个全球都一样 你越分裂 政治人物越有利 台湾的蓝绿也是一样 只有你分裂 上面人才有得赚 因为你们两个 就是自己打起来 不用管我 这我就不批准现代政治了 好 所以这个书 你可以看一下 但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繁琐 然后接下来 还有一阵子很有名的 叫Joseph Campbell 他研究神话 那他把一些神话故事 就写成 The Hero with a Thousand Faces 千面英雄 有一阵子非常红 在美国呢 曾经在公共电视台上 有播放过 所以Joseph Campbell的书 你也有翻译 你可以看一下 千面英雄 然后这些人 你可以从某种程度来讲 叫文化英雄 那接下来有所谓 从比较宗教的立场 这是相关的 我通常不会那个 一个是这个 法古山的圣言法师 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 所写的1968年 叫比较宗教学 但是有信教的人 不管信什么教 要去讲别的宗教的时候 大概都不会讲他太好 基督徒 以前我的学生基督徒 我以前的作业是 叫你比较两个圣者 我后来发现 这作业不好做 我就废掉了 因为基督徒 永远写 耶稣基督跟谁的比较 然后最后的结论 永远是耶稣基督 比另外一个圣者好 耶稣基督跟孔子比较 孔子不如耶稣 耶稣基督如果 跟穆罕默德比较 穆罕默德算哪个 从哪个算 我就觉得鼓动了很多仇恨 任何一个作业 我也会认为一门课 鼓动的是仇恨 而不是相互了解 那是没有必要的 不是我鼓动的 不是我鼓动的 我没想到要选 这两个比较 我上课一直告诉你 要多了解别人 跟你不一样 你要容忍差异 我上课一直讲这个 但是他最后写出来 作业是那个 所以我会说 希望教徒 特别是天主教徒 基督教徒 不要修我的课 因为你会造成你的困扰 因为你的牧师不是这样说的 佛教徒通常好一点 佛教徒包容心大一点 通常 好 好 那没有什么儒教的问题 我们台湾 找不到什么儒教徒 因为我写了四本论语 还写了孔子 竟然有人说 你是儒教吧 好吧 whatever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另外还有一些 这个都比较早的书 这Sharp的书 有不同的翻译本 也是要比较宗教学 社会学家 有人把这个西方的哲学史 从社会学观点来研究 这个Collins 因为他的书都很大本 但这个人是我觉得 学问算很渊博的人 我非常佩服 Collins的书 如果你有兴趣 我没看完 因为这本书太厚了 然后这是Marx Weber 讲到这个Charisma的地方 因为他有不同的译本 然后我就把他的资料全列出来了 所以看那么多 其实 那这个有中文的译本 有一个根据 这林荣远 这少了一个译字 林荣远 是根据德文本译的 所以那个字词跟分段 都比较生硬 那这个简惠美康乐的译本 基本上是比较顺一点 但是跟原文就有一点距离 所以有时候 这种经典的翻译 就是这样 你如果要根据原文 就不太容易理解 你如果要把它弄得太那个 它原来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表述方式 意思可能是 所以有时候有这个两难 好 下一个 那另外一个部分 这个就是一个叫做 阿布瓦克斯的人 这里面顺便说一下 这个 因为他原来不是法国人 他的Mohis是法国的名字 但阿布瓦克斯不是法国常见的姓 可能是东欧的 所以以前我碰到这个人 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问过当时 我在各大念书 问过一个法文系的老师 我在图书馆打工 这个法文系的老师来借书 我说我可不可以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怎么念这个名字 他也不知道 他说不过根据法国的原则 H不发音 所以要念AB 然后这个呢 大概念Wax 所以叫阿布瓦克斯 当然很多人呢 就认为H应该发音吧 所以就翻成哈布瓦克斯 基本上是一样 像这个就翻成阿布瓦赫 有的人认为CHS不念克斯 念赫 那个S可能不发音 所以有这几个不同的译法 那这本书呢 原来的书名叫做 《记忆的社会框架》 就是我们认为的记忆 其实都是靠着某种社会关系的提醒 或者怎么样去记住 没有这社会关系 你记不住 记不到任何事情 这是非常社会学知识的想法 跟这一般人认为 记忆只是你脑中的某些细胞 是不太一样的想法 那后来翻成了英文 就叫做 On Collective Memory On就是论 那这个到了中文 就变成论集体记忆 就是我这本书 那这本书 后来还要经过不同的重义 不是重新出版 所以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这个书呢 其实也讲到 我们这堂课要讲的某些问题 就是后来的身后的耶稣的事情 他特别讲到耶稣跟佛陀 都是身后追忆的 是什么纪念地啊 各位大概去以色列的人 应该很少吧 去过以色列的同学去说 对应该跟我想差不多 我也没去过 但以色列有一条路呢 因为它是耶稣生前 钉上十字架所走的路 叫做苦路 简单翻成苦路 它有十个点 就在这点的时候 它发生什么事情 譬如说它跪下来 那个好像没有这么完整的记载 如果你看圣经没有那么完整的记载 就非耶稣被逮捕了 背了十字架以后 从那个地方到这个 各个他山去 钉在十字架上 那过程其实没那么细 但是后来就创造出来 在哪里是怎么样 在哪里怎么样 在哪里怎么样 然后还有一些西方古典音乐 有这个名字叫做 耶稣的最后七个字 The last seven last words 叫七个字 这个是海顿就有这个曲子 有这个 《玄学四重说版》跟《玄乐版》 那七个 耶稣死前讲的七个字 必须你从各个福音书凑起来 没有一个福音书 讲满这七个字 那那七个字我们上课会讲到 他到底讲了什么 为什么他把它凑在一起 那一个说法说 因为耶稣过世 是有四个人不同的这个记载 所以他把四个人都拼成一个 稍微完整的图像 所以这边讲三句 那边讲两句 什么什么凑凑就变成七句 这样 或者不是七个字 应该是七个字吗 因为算起来也是字 刚好也是七个 所以这就是集体记忆 这种集体记忆是不断地塑造给 然后现在很多人讲到历史 就不用历史这两个字 就改成集体记忆 228的集体记忆 集体记忆是一种政治操作 在原来就这样讲 然后集体记忆不是历史的现实 历史没有现实 因为每个人看到不一样 所以你们在高中就要学历史 还有高中的课纲 有些有争议的地方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 最好不要在高中学历史 有争议的历史不要学 因为你到大学你知道 这有不同的说法 根据不同的根据 如果你一定要用一个说法 那就是政治灌输你的 美国考大学你知道考什么吗 SAT 英文跟数学 不考历史地理 因为什么 大学你在学 所以美国大一大二不分析 大一大二你要学什么呢 大学物理大学化学 在各大还学当代文明 就是历史 你还学其他文明的东西 所以大一大二 你什么都得学 如果你在高中的时候 没好好学的话 我们到台大 你还学大学物理吗 学大学化学微积分吗 所以我们的大学生在考高中的时候 我们的程度很好 大学毕业我们的专业知识很好 我们的那种一般知识 是远远落于美国学生之后 所以我们的大学毕业生考专业的 到美国去年专业 在研究生一年级 我们的程度比他好 我们专业很多 但是如果在后面 我们就常常不如人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用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短的时间 达到最好的效果 学语文 美国人学三年中文可以讲话 一般来讲 你学三年英文可以讲话吗 一般来讲 你可能要看阿滴英文啊 来补一下这样 对不对 滴妹啊 这样 还有一些人类学家 也从这个人类思考 来谈一些跟社会有关的问题 这受到社会学家托尔盖的影响 你看这书名 How institutions think 制度怎么思考 制度怎么会思考 我书名就觉得这人头脑有问题 How societies remember 你是泥人化吗 Society怎么会remember 这有中文翻译 如果你有兴趣 跟这个可以看一下 这很有意思的 跟我们要教的某些东西 就你怎么会记得孔子的故事 或者你怎么会不知道孔子的故事 这跟社会都有关系啊 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去中国话 我们对孔子的了解非常少啊 所以我有时候不认为 这跟去中国话有没有任何关系 而是你要不要去了解世界文明 你要从世界文明的高度来看 孔子绝对是跟这些人是并列的 你从什么中华文化立场来看 孔子当然很高 但是你就没有办法跟世界文明来比啊 我觉得台湾比较缺乏的是天下的观念 跟世界的观念 我也觉得台大学生 如果你还没有的话 你应该多一点世界的观念 这些世界观念通常本地生没有 乔生有 很多乔生其实也不是乔生 他是外国人 像大马的学生 他是马来西亚国人 他不是华侨 只是我们要叫人家华侨 那人家来了就委屈一点 好吧我是华侨 其实我是大马人 我拿着护照跟你不一样 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阿布阿斯的东西也有一些后续的研究 像你看像这个叫collective memory What is it 这是什么东西 有这样的文章 有这样social memory studies 所以他就不叫collective memory 因为collective跟social 在英文的一般情况是一样的意思 都一群人的意思 好这叫social memory studies 然后这个all emergence of memory in historical discourse 讲到历史上的记忆的问题 当然还有这个finding memory in memory finding meaning in memory 为什么他会记这些事情 当然有memory 就一定有这个遗忘 amnesia 所以有人研究遗忘 那很多遗忘 是因为他不愿意交给你 交给你对他政权不利 尤其历史的东西 我们的时代戒严时期 白色恐怖 所以不交你228 可是228影响也没有像文革那么大 如果你要从这种比较的立场 文革是人人受到的影响 228的影响是有 但是不像是文革那个样子的破坏 但你现在这样讲 很多人会很不爽啊 尤其228家属 对不对 那是啊 他家属有人受难 是真的是那个 但是有人没受难啊 而且受难也不是有那些人啊 这都是很大的争议 在台湾现在都很不容易讨论问题 一提到这个大家都有情绪出来啊 所以这个可能要别的人才能谈啊 或者别的时代啊 那这就是啊 这个所谓的集体记忆的后面的后续的研究 这个法国的啊 这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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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历史学家带领了一套人研究法国的历史啊 啊 啊 那这个台湾的翻译啊 啊 戴立军老师的翻译叫 记忆所细之处 就是这个法文啊 哎 就是这个啊 Le Lue des Mémoires 啊 然后中国大陆翻的是同样的十篇文章 这里面大概是五句册啊 啊 然后他们说要翻 那这个皮诶诺哈说 那我给你十篇 你们翻这十篇 所以两岸都是翻的十篇 顺序不太一样 但同样那大陆的就翻成记忆之场啊 啊 这个Memora记忆 这个Le Lue的场啊 就是记忆之场 法国我们意思的文化社会史 讲什么呢 比如说你到法国去去参观 罗浮宫啊 啊 巴黎铁台啊 凯旋门啊 啊 环法 自由车啊 啊 像这些都是他们所写的 具体内容 然后 还有马赛曲 法国的国歌 这个整个历史的变化 啊 讲的没有什么理论哈 没有什么特别理论 就是讲这种很详细的这个历史的变化 这是这套书 我把这个至少带李娟老师翻译了 我看完了 这样啊 那这个原文是很长的啊 好 好 接下来是我的一个老师了哈 我都是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的一个老师啊 我修了他三堂理论课啊 成绩一直是B减啊 后来老师跟我说 我觉得你不适合念受学理论啊 这是为什么我刚刚在前面有一段说 就算老师也不应该挡着你啊 呃 我现在教受学理论啊 我相信我没有在我们老师教的时候 学到他要我学的方法 我没有 所以我的成绩很差 但是不表示 我后来的人生没有一条自己的路 所以我希望就算你修我的课 被我的成绩怎么样怎么样 不要被我打败 不要被任何人打败 你要相信你走的那条路 这是我个人经常告诉你 啊 那个老师已经跟我讲你修我三堂课啊 每次都B减啊 还没有进步啊 我建议你不要再继续走跳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啊 但是他如果能发现我当时的困难 然后能够帮我解决那个困难 我相信会更好 啊 他那样只是描述了一个 我三堂三个学期的课 没有进步的一个事实 那你就应该想啊 这个人也不是个笨蛋啊 这个人从他国家来 他也是那国家里面的精英的精英啊 御范团的前两厘米啊 那他怎么就不懂呢 懂吗 所以有的老师只会教聪明人 最厉害的老师 能够把人教成聪明人 教聪明人是什么厉害啊 你们很多学生台大学生 还需要老师教你吗 台大老师其实最没有用的一帮人啊 因为只会教聪明人 不会把人教聪明啊 我讲的是我自己啊 不要无限延伸 好 我的老师又写的叫 time map collective memory and social shape of past 我的老师的书不是我故意要有那个故事 谁要的 我的老师大部分都在写 都在做分类学 没有什么太稀奇的东西 真的 他写了很多很简单很小很清楚的书 但基本上是分类学 所以我也会大致介绍一下 我就告诉你真的是那样 我看到的书真的是那样 不是因为我对我们老师有怀恨在心啊 所以把他讲得很差 没有这样的意思 还是真的有这样的意思 应该没有了 好 那接下来是那种文学的分析了 对于那故事的结构 比如说你看到现在 有关圣人的那些历史 写法几乎都差不多 圣人都有一个非常显赫的身世 你如果读 马太福音 前面就告诉你 耶稣的祖先有哪些人 讲得非常长 孔子的史记 司马迁写的孔子世家 孔子的祖先 没有那么长 但是也很长 这些人要是不显赫 当然 苏格拉底没有 苏格拉底是这样 他爸爸是谁 而且当时同名的好像还有三个人 雅典有三个叫苏格拉底人 所以那种辨识度还不太高 你还得告诉他是哪个苏格拉底 穆海默德也没有什么太显赫的家世 但是也是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姓氏 等等 就变成一定要写这个 人好像没有一个祖先的这种光辉煌的戏谱的话 好像人就不能招视着他对人类的这个 我常常觉得这故事应该不是这样 从这些人来看 这些人都是被社会看不起的人 社会都不能了解的人 耶稣也是被社会不能了解 孔子也是 周围列国 知其不可而为 然后这些人都是没有被人家打败的人 不会因为人家看不起他 人家怎么样他就怎么样 没有 穆海默德还是个孤儿 所以我觉得这些故事其实蛮励志的 你不要从宗教立场来看 从一个人怎么样的从小 那当然佛陀是最大的例外了 佛陀是一个王子了 那只是抛弃了那个荣华富贵而已 那这个我们都没有荣华富贵的人 要去想这个是会有点困难 我啦很困难 但是要讲说怎么样从贫苦出生 然后能够努力的不断 然后对人类有贡献 那这个想象容易一点 所以这些有些类似的相关的书 这不是很完整的啊 下一页 好 这个就是讲这个阿布阿克斯的那个 叫Legendary Topography of Gospels in the Holy Land 就讲以色列的这些圣地是怎么来的 他特别有研究这个 然后有一本相关的书籍 就是傅菲兰跟林傅斯两位老师 是台湾的 中音院的 还是历史系我忘了 有讲到遗迹崇拜跟圣者崇拜 他们有这个 中国的圣者传记跟地狱史材料 这些有相关的 如果你是从历史系来的 也许你想看一下 接下来进入到这个佛陀 或者他叫乔达摩西达多 或者叫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是文的意思 文章的文 所以有叫释迦文佛 其实是同名的翻译 释迦摩尼就是这样 他是释迦族 叫摩尼 摩尼就是文的意思 文章的文的意思 那后来尊称他为佛陀 佛陀 所以这个佛陀 大概以前 就这两个字 可能就以前就念佛陀 很像中文的佛陀 就佛陀 中文有佛陀 各位知道 圣兆七级佛陀 佛陀跟佛陀 在有些发音上面是很接近的 那那个佛陀是指塔的意思 好那这是一些相关佛典的书 前面再往下 这个我们就不再细说了 然后在《大藏经》里面 你到图书馆或到哪里 宗教都有一个《大藏经》 通常是《大正大藏经》 《大藏经》的第三册跟第四册 叫《本原部》 本原部都是佛陀的故事 中国的汉译的佛典里面 没有一个完整的佛陀的故事 都是片段片段片段 没有 那他的汉译佛典既然是汉译 那能不能找到他原来的 当时的那个 不管是巴黎文或者是梵文的原点 有的找不到 有的可以找得到 所以现在有些学者就把 有一些书 就说我汉译佛典是这样 我找出原点来 然后再用现代翻译给你看 到底差多元 因为佛典 翻译佛典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唐代随唐的时候 有《易经》院 翻译的是一个院 然后有非常严密的制度 每一句话要经过几个人的时候 然后才能定稿 所以你现在 就算你现在去对照 泛文本或者是巴黎文本的佛典 跟当时的汉语佛典 差异不太大 就表示你看他翻译的多严谨 不是随便翻译的 不像我们现在 出了几天以后 再出个修订版还可以卖 这叫本源部 所以现在呢 有些书比较容易看 我等下会介绍几本 你真的对释迦 对这个释迦摩尼佛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这个 好 这是几个就是 从收在里面 《六度集经》 《佛本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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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中英译本》 然后《马明菩萨》 这是翻译的问题 叫《佛所行战》 我曾经到这个佛陀文教基金会去印这本书 花了几万块钱 我想第一 我想知道散书的整个印刷的系统 第二个因为这本书没有人当散书 我就把它印了一千本 他们给我七百本 我拿回来发 所以那时候上课学生每个人有一本 现在发完了 所以你们就没有了 上网很容易找到 这是用诗的体材 翻译的佛陀的生平的故事 但是真的很不好了解 因为第一句话叫甘蔗之苗意 甘蔗 对啊 因为佛陀是甘蔗王的后代 那是翻成甘蔗王 就吃那甘蔗啊 你说净饭王 你不是这些人 是没得吃还怎么样 所有东西都跟吃有关 净饭王 甘蔗王 好 那这个都是 都是在那个本原部里面 你看第三册 539到617这些 下一页 这是原点啊 释迦普呢 是把这个释迦的故事 因为照中文的方式把它弄出来 所以它也是一个整理 这个书也可以找得到 好 那这个我建议你看这个 这本对 就是传记呢 它基本有巴黎文的资料 现在有人不太相信 汉译佛典 要回到巴黎文或泛文 目前没有中义本 但有下列的印译本可以参考 就这个 英文叫做The Life of Buddha According to Pali Canon 中义本是这个 怎么会说没有中义本 这我弄错了 这个是吉治比丘的 亲近释迦牟尼佛 从巴黎经上看佛陀的一生 这是两人合议的 应该讲这个啦 Story of Gautama Buddha 这叫Nidana Kata of the Jattakata Kata 你看这人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怎么念 所以这个研究佛学的人 这个舌头一定很厉害 这几个音都能够讲得很清楚 好 接下来 这些都是你有时候 可以在街上看到的 什么佛本身故事 本身故事就是佛陀跟别人不一样 佛陀他在成为人之前 有五百四十几个前世的故事 那你当然可以说胡讲 咱有那么多那些 你这可以一种解释的 因为他们相信因果轮回 另外一种解释 你可以知道一个人要修成佛 是很不容易的 看你怎么去理解这个 本身故事的那个佛陀 有一世是一只鹿 他有一世是个什么 有一世是五百多个故事 就叫本身故事 这个很有趣 所以他修成佛 变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样 或让人景仰 确实是他的 没没尴尬不好的地方 全部都在不同的世上修完 所以有时候你碰到佛教徒 他说我们今生是来修的 就表示你这一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到达一个真正觉醒的人 不是你一觉醒来 你就是觉醒的人 OK 不是那样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 所以这个也有一个 这个出家人写的 《本身经》的《起源集》开展 这很有意思啊 这些故事 可以当童话故事 也有些佛教徒把它编成戏剧来让人家看 那这些是后人写的 纽先民的这本 我以前看过 觉得还算持平 但是大概惹到了一些出家人 觉得或者信徒 我觉得讲的都还有模有样 因为他讲说佛陀是一个王子 但那时候的城是很小的城 那国是很小的国 所以你不能拿现在这种国来比 那是很小很小的国 大概就是一个城的一个那个 这个就引起了一些争议 那日本人叫高桥姓次的有写 郑孝时 就大陆的话 他也有写这些 你知道那个日本的漫画家叫做 首种志从 有画佛陀传拍成电影 所以你要看也可以 如果你觉得看漫画是对你比较容易的 那刚开始就杀来杀去 我大概看到二十分钟我就受不了 我就觉得我知道就好了 我看不下去 所以我们不同世代人对接触这样的故事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接触 所以看你了 所以这些都是 你看日本人无这小路十堵 也有持家模拟转 好下一页 所以这些你要看都可以 我并不反对 但是我因为上课会讲到一些 根据这里面的故事 刚刚讲的Karen Armstrong她也有 这是藏传佛教的 你们家人有人有的话 那是释迦牟尼佛大传 藏传释迦牟尼佛传 藏传里面就会有一些神异的故事 但原来在印度经典里面也有的 其他的这样子 什么什么亚当斯夫人 这都是十九世纪末那些殖民者中间的知识分子 来了对这个有兴趣所写的书 虽然翻译是比较晚的 大概在1947年就出版了 那另外就是 Life of Buddha Buddha A pictorial history of his life and legacy 这个Karithas刚刚有出现 Buddha 叫这个不至善的觉悟者 还有这个Karithas 这个是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你如果英文跟中文都希望很简单认识佛教的话 佛陀的故事的话 这本是不错的 中国大陆有一个 有两个出版社出这样的书 你大概两个半天就可以把它看完 好 那就大概就这样 这个部分 还有每一个大都百科全书 这个有严肃汇编的一个释迦牟尼小百科 譬如说在佛陀的这个外形上面 有人说它有八十种好 三十种像 八十种好 那哪八十个啊 我讲义就不敢写啊 因为太长了 然后那个其中佛陀的一个特征 我在后来讲义又写 我那时候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夸耀的事情 就舌头 佛陀的舌头伸出来的时候 可以覆盖整张脸 我相信这在印度某个时间 这是一件很重要很神奇的事情 我只是觉得各位觉得这是一个 佛陀的一个特征 需要拿出来讲吗 还有佛陀的那个叫 因马长相还因长马相 你可以上网去查 我在上课我都不公开讲这个东西 好 都是它的特点啊 佛陀这不是什么 那个呢 表示这个人这个是 我们到时候上课都会讲到 这小百科都有告诉你这些事情 另外一个人有这个释迦摩佛 也是类似百科全书的 然后另外还有明朝末年 明朝末年印刷数发达 将来的市民经济很发达 就有这些图画 连环图画图画 这最少的单格漫画 上面或者正面有一页是画这个佛陀的故事 另外一边就是文字的叙述这面的故事 在孔子呢就叫孔子圣基图 孔子圣基图最短的大概八个漫画 就讲完他的一生 最长的104个左右 用104个漫画讲述孔子的一生 然后上面还有一段小的文字记录 这样的 我跟大陆的某一台签了一个草约 要讲100个孔子的故事 每一集大概10到15分钟 现在还在准备阶段 我不知道能不能完成这件事情 搞不好就变诈骗社会学的一个题材 所以这个如来硬化事迹 就是告诉你这个故事 有图画的 这个也是一样佛陀尊相的故事 佛像的一些故事 这样好 那当然其他的 这个是一个 你如果有看到影音本 你可以去在图书馆翻一翻 那个 画得很认真的画的东西 另外还有小说 小说的Herman Hershey的 我们以前叫做赫赛 他把佛陀的故事 稍微扭曲一下的 变成了一个小说 所以其实不完全是佛陀的故事 但很有这个意涵 就叫《流浪者之歌》 好像后来有改编成流行歌曲 是不是有哪一个人唱了这首歌 还有什么《西达求道记》 都同一本书 就《流浪者之歌》 《流浪者之歌》 我最近还看到有不同的人 翻译这本小说 非常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每一个《五大圣者》里面 大概很多人都有这种小说故事 因为他们的生平 有的地方太多空白 这些空白太容易填上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拍成电影叫做 真实故事改编 那真实故事 大概只有这四个字是真的 其他全部都不是真的 每次都 Based on a true story 然后其他人就会骂 历史学家就开始骂 根本就不是那样 根本就不是那样 这样 没有错了 Based on a true story 我想如果将来有名道 会被拍成电影 孙老师传 Based on a true story 你们其他人在电影院看 就会大笑 根本就不是这样 谁知道啊 对不对 他们希望是那样 这个阿含经 是佛陀最早传道的时候讲的事情 我讲的经典 我根据经典都非常的浅显 不会什么 金刚经啊 什么那种要大儒 大和让才能讲的经 没有 我讲的经全部都是 谁都看得懂的 还有南传法巨经 这个曾经在一个朋友家 碰到了他跟他的朋友 结果这个人 他们就介绍 我这个朋友 佛学造语非常深啊 佛经读了很多啊 我说哦 怎么怎么 后来聊天怎么聊 我就聊到佛陀要过世的时候 佛陀的表弟叫阿难 阿难就问佛陀说 佛陀就说我快死了 你们有什么问题 赶快问啊 阿难就说老师啊 将来我们怎么处理女人啊 女人 佛陀说 不要看他 非理勿事 这讲法跟孔子 跟言言讲话 几乎一模一样 别看女人 那万一他过来跟我说话呢 别跟他说话 非理勿言 最后呢 他说万一他怎么样 佛陀说 哦我这个 这个翻译最后是我翻的 hold住 叫做守住你的信念 然后佛陀就没有再 阿难就没再问了 佛陀也没再回答 我就跟这个人讲了这个故事 这人就说 我读佛经那么多 没读过这一段 你第一次见面啊 意思就是我胡说了 我说我虽然不是信佛的 我也不打妄语啊 那出自哪个佛典 南传法俱经 有两个版本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说如果你上网 去查我的那个课程 那个讲义著名的更清楚 我说你没读到 所以你该去读一下 学佛的人那么骄傲啊 呵 好那佛陀时代的故事 有导使大使这些东西 还有荆棘 荆棘也是佛陀讲的 零零善上的话 很像论语那样 那荆棘有不同的译本 后来还有另外一个译本 还有佛陀一生都有反对者 他最大反对的就是提婆达多 提婆达多也是佛陀的表弟 什么之类的 反正就是那家子的故事 他一生就想害佛陀要害死他 有一次呢佛陀在山走 他就从上面滚一个石头 要把他滚死 当然佛陀没死 有一次呢他就毁谤佛陀 说他跟那邪女有染 历来要毁谤人 就靠说他钱贪污 说他好女色 这两个是老套 没有人说他爱打电动 因为这不能古今试用 好接下来是孔子或者孔秋 因为我们是 我受的教育是尊重孔子的 所以我们不能叫他孔秋 念到秋就是要念某 所以这是老师的限制 你们爱怎么念怎么念 但是我觉得孔子很值得尊重 好这实际孔子世家版本众多 我最近找到一个注解版 但那注解没有像我那么满意 所以我可能要出版一个孔子世家注解版 我要自己要出 我虽然不是念历史 我现在先写的是孔子圣基图 这就像拍电影 先拍四五六 再回去拍前传 这跟Star Wars一模一样 好那这些人 所有孔子讲的话 并不是都在《论语》里面 《论语》里面也不是所有的话 都是孔子讲的 所以孔子讲的话呢 有人就是把历代的经典 好好的收集 现在最好的一本 最完整的一本 是这本叫郭怡的 最近才出的《紫约全集》 他把从古到清朝以前的所有古籍里面 孔子说的话不管真假 全部列出来 说是孔子说的 因为在庄子里面 说到孔子说很多话 有人怀疑庄子是炎回的弟子 因为在庄子里面出现炎回跟孔子的时候 炎回的境界都比孔子高 孔子常常不知道炎回到了什么境界 所以这是 当然这是故事 别忘了 所以有人怀疑是这样 那庄子里面有孔子啊 其他的都有 所以《紫约全集》 大概将近一千页那么厚 所以大概找到这个书 你慢慢看 你就可以把历来对于孔子的描述 正面的反面的神怪的 全部都有 非常立体的各方面 那真真假假有些 有些学者去考证这个 我就不考证这个 我就把它当故事来看 我们社会学有点贼 社会学不管真理是什么 不管真相是什么 只要你相信它是真的 这件事情就具有真的效果 社会学家对这个有兴趣 比如说研究宗教的学者 社会学家 宗教社会学家 他不管 你要问宗教社会学家 说你像不像有上帝啊 他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他说有人相信有 然后做出一套制度 然后还有这样的历史 还有一套说法 这个我就要研究 所以我们社会学家很贼啊 他不告诉你说他相信什么 以前有人认为 信教的人不能研究宗教社会学 后来反过来说你不信教 你根本就不了解 宗教的那种虔诚的心 你才不能研究宗教社会学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都不去研究宗教社会学 因为实在是闹不过这些人呢 好 那接下来 这个孔子的祖籍啊 你看这些都是孔子年谱啊 孔子 你看一下 在五丁年代的时候多一点 八三年的时候多一点 然后后来 这是从 这应该是那年初的 对 然后后来大陆就出了 大陆改革开放以后 希望把孔子拉回来 孔子就被他们拉回来 你到山东屈父去 屈父的孔庙呢 是祖庙 孔庙在文革期间被破坏了一塌糊涂 然后现在屈父的孔庙有一个孔子像 这本是我的书 《超越时空与孔子对话》 这是我刚刚讲的那本 我觉得不太满意的书 叫做《至少先是孔子》 它是《实际书证系统》里面的书编 那《超越时空与孔子对话》 是我孔子那门课的整理的结果 因为我孔子课从这个圣子社会学就独立出来 好 那这是老外写的 老外写的孔子 你以为孔子只有中国人相信 没有 老外很多人对孔子很深的兴趣 还写了书 好 至少是其中一些了 好 接下来 那这个呢是小说 孔子演绎 那有人考证 这大概是日剧时代 在台湾 还是大陆的 有人来了台湾 然后就写了一本 在台湾的 当时的 报纸上写了孔子的故事 就写 叫《孔子演绎》 现在还有在重印 然后另外这个是日本人写的小说 他就假称 是一个 从一个孔子的一个弟子 这个弟子 还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任何一个人 那个小说嘛 所以他在孔子身边 然后发生的故事 非常日本 那故事怎么看都不像是我们熟悉的 这个孔子的故事 反映很有意思 当然台湾大陆各有一本 好 然后接下来 这个是讲到历史上孔子的形象 我会特别找这样的书 因为这样的书有佛陀历代怎么样 耶稣历代怎么样 像有一个 我有一本书叫做《耶稣历代的脸》 就我们怎么幻想耶稣 孔子也有孔子图片历代 孔子图片大部分都有爆牙 你上网查一下孔子 你就Google一下输入孔子 然后点开图片 你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记载的孔子图片 你看到比较多的是吴道子唐朝的 但你想唐朝离孔子时代 大概已经有1400年左右 吴道子知道孔子长那样吗 孔子穿那样吗 最夸张的孔子雕像是在新竹孔庙前面 台湾总共有20座孔庙 其实应该19 其中他们列的资料有个是重复的 我去当场去考察过 那几项和第几项是同一个 然后到了新竹孔庙门口 我就看到那个大道上面 有一个孔子像 他不是摆在孔庙里面 我说孔子怎么看起来像蹲着或跪着 他大概没钱了 所以把孔子数的比例完全不对 孔子身高保守的时候 有190到210之间 看你怎么算 你如果根据这个 你去看新竹孔庙或任何孔庙的孔子 你都觉得 蛤 很多人不在乎这个 我现在到哪里去都去看孔子的像 到大陆的学校 现在有人知道 孔老师那边有个孔子像 我们去造一张 所以我跟孔子像到处 我大概是全世界跟孔子像造像最多的人 有一天我会不会也变成孔子旁边的那个人 树下树两个一个孔子一个孔中心 因为他喜欢这样 有一次我跟学生造像 我说你可以不要比叶 你不比叶我就跟你造像 学生就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 两只手 我说不要比这个 你就弄得很尴尬 后来照出来一张像 他就表情非常不自然 我说你可以比这个 你也可以这样子 whatever 我在乎吗 我说不要比这个 就不会了这样 好那这个其他的就是孔子的圣化跟儒者革命 这个有这样的书 但我觉得他们写的不够我周全 不够好 另外还有图画中的孔子 还有图说孔子 这个都可以 现在有网路真的很方便 都可以找得到 讲义甚至可以不要有 好下一页 那论语啦 因为大部分人都读论语 但我刚刚讲过孔子的所有话 不是只有在论语里面 那后来我写了一本嘛 那这还有字典 我就不说了 然后孔子嘉宇 孔子嘉宇 有人说是尾书 那我也不重要 但里面有一些 可以跟当时的古书参照的地方 那因为中共国家主席 习近平曾经热烈提倡过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后来就红了 孔子嘉宇 就是因为习大大说了一句什么话 就最红 因为以前不太有人重视这本书 我觉得有点可惜了 那不过当然更可惜说 一定要一个政治人物说了什么 然后才被重视 我觉得这也是 唉 好 不过至少他有说 有被重视 总比没有好了 孔子吉语 就是最早要宋朝的时候 最要薛聚的人 这本书已经找不到 要把历代的文献里面 孔子的话都收在一起 当然那时候做得不完整 所以后来我们姓孙的祖先 在清朝的时候 也收了孔子吉语 也不完整 最完整的就是刚刚讲 郭怡教授的这个 那他是根据前面这个 因为郭怡教授曾经有 对孔与吉语教著嘛 做完这个他才知道 这还不够完整 所以他就编了一个完整的 那这个孔子的弟子 子孙啊 金朝的时候 有个叫孔元错的 这人非常重要 孔氏祖庭广记 他里面呢 竟然夹杂了怪力乱神 我本来觉得很不可解 但有人说 因为在金朝啊 我们汉人呢 就要吓唬这个义族啊 所以要拿神怪故事 来吓唬他们 就讲我们孔子多伟大多伟大 多奇怪的圣人降生 然后就有一堆奇怪故事 我以为是这个时候 结果发现不是 魏京南北朝就有了 所以他只是沿袭了 魏京南北朝的那种怪力乱神 可是孔子明明讲过 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的弟子子孙 还用怪力乱神来吓唬别人 好 这个还有缺理 缺理就是孔子的故乡了 你现在到孔庙去 到屈服的孔庙 旁边一条巷子就叫缺理 然后上面呢 然后在台湾 在我之前研究 这个是黄敬青教授 他也是中英院院士 他讲到孔庙祭司制度的形成啊 讲了很多这样方面的东西 他是前辈 但是有些东西他也没注意到 反正是前辈了 那相关孔子的 这孔子大词典 孔子词典 孔子百科词典 孔子词典 孔子历史地图集 包括周游列国是走哪条路线 然后这个傅培隆老师有编过孔子词典 然后有大陆版 有台湾版 好 接下来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故事呢 很多人可能都多少听说一点 那苏格拉底的故事 大概在这个明哲言行录里 现在有大陆的译本 还有希腊文跟中文的对照本 呵呵 我要早一点的话 我就学希腊文 好 再往下 另外一个是这个人 有两种翻译方法 有个翻色诺分 有个翻克舌诺方 你想哈 这差太远了 这就根据这个你要怎么念 你如果根据英文的念法 就是xenophone 所以当然接近色诺分 你根据希腊文的念法 这x念x 是x xenophone xenophone 所以就xenophone 懂吗 是这样来的 就是你要跟 因为翻成这个人 显然知道希腊文怎么念 翻成这个人 显然只知道英文是怎么念 懂吗 这常常有这样 好 所以你看看克舌诺方 这个后来有香港中文大学 后来年金有出 这都是罪欲苏格拉底的 非常容易懂的 苏格拉底做了很多事情 这上面里面都有 还有八卦作家 叫亚里斯多芬尼斯 他把苏格拉底写在云这个小说里 所以后来苏格拉底被审判的时候 所讲的苏格拉底的罪行 还有苏格拉底所做的事情 好像是出自这个剧本的 比出自其他的记载的多 所以那种媒体 虚拟现实对于人的影响 可能不是现在才有的 不是阿尔 阿尔罕布拉宫里面才会有 那个苏格拉底的四大 就是他的四个著名的对话录 常常收在这种叫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里面 就把那个苏格拉底的那个 根据他的審判判刑准备要逃走 跟怎么样排成一个故事 跟他最后喝了那个酒 毒酒自杀 不是自杀吧 就刺死他 那这个是苏格拉底对话录里面的四大对话录 这个就是 都是这些不同的翻译 好 台湾这个很少 美国大学生大概毕业以前 高中毕业以前大概都学过这些 我们的大学生到大学毕业都没学过苏格拉底的事情 很多美国大学生还会背苏格拉底的辩护词 我们的大学生毕业的时候会背什么呢 好 有许佛洛篇 这个翻译 好 这我们到时候会说再往下 申辩篇 这就是他怎么样替自己辩护 苏格拉底的判他死刑投了两次票 第一次票数就很低 他辩护完了票数更低 所以有人说他求死啊 不然你求生的话怎么会辩护完了票数更低呢 好 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讨论 这边很多翻译本 那克里同是另外一篇 这个稍微要讲一下 你英文想说Crito为什么翻译克里同 就像柏拉图你在英文是翻成Plato P-L-A-T-O 可是在法文和在德文里面 柏拉图是P-L-A-T-O-N 因为希腊文里面有一个N 所以呢翻成柏拉图其实是错误的 是根据英文翻译的 你根据希腊文或者根据德文 根据法文都应该翻成柏拉同才对 或柏拉同 不是牛丼饭吗 什么饭吗 就是柏拉然后的井 顺便一样 克里同也是一样 所以有的很少翻成克里托 其实有个N在后面 这是各个语言转成 罗马化转成给大家熟悉的 这个英语的字母以后的问题 好 我以前不知道 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那些引用德文的人 柏拉图都多一个N 我都以为是弄错了 匪多篇也是 这有不同的翻译 好 然后接下来 还有这个 苏格拉里被遗忘的对话录 有这样的东西 那还有一些二首书 因为柏拉 因为苏格拉里传记真的很短 所以必须灌水 可以讲别的东西 不然真的没什么好念 真的 苏格拉里 为什么人家讲三个礼拜 我只要讲它一个礼拜 就可以讲清楚 如果要讲三个礼拜 我就必须把 它的辩护篇 从头念到我给你听 因为这样灌水灌成这样才有办法 不然讲不了那么多 没那么多东西可以讲 那这些是一些注释的书 好 我收集的比较完整 让你有很多书可以选 当然有些书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 就这样 然后我们接下来讲耶稣 或者叫基督 我们一般不是教徒 可以不要叫他基督 因为基督是Christ 或Christ 然后是希腊文 希伯来文叫做弥赛亚 所以弥赛亚跟这个基督 是一模一样的意思 只是看你在什么语言 所以因为在希伯来传统里面 就是他原来是犹太人 犹太人在犹太教传统里面 他们是相信世界会毁灭 然后最后会有一个救世主 来拯救大家 然后把好人全部救到天堂上去 然后坏人全部死掉 到现在为止 所谓什么复仇者联盟 都还是这套 都这套 因为中国的疫经 是没有强调有世界末日的 所以中国人不需要人家拯救 西方人因为后来 这个犹太教的东西影响到基督教的东西 然后基督教的东西 因为有最后的审判 所以他们非常强调这个救世主的力量 人的力量相对人就比较少 这是欧洲中古后来为什么文艺复兴 希望强调人的力量 然后跟教会就有很大的冲突 是这样来的 所以这简单讲 所以耶稣后面夸号一个基督 是这样子的 好 那这个耶稣诞生以前 这个里面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有一年我看到一个小新闻 非常小的新闻 说意大利有一个神父 控告罗马教廷 撒谎 说因为没有耶稣这个人 没有耶稣这个人 后来基督教都假的 那这事情 就像所有的新闻一样 没有下文 那后来我就出一个题 如何证明耶稣的存在 教徒当然标准答案就这样 因为我信 你知道在中古的 在神学史上 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吗 叫因为荒谬所以相信 因为荒谬所以相信 当然你去网络上查 这句话原文不是这样的 也是拼起来的原文 这句话长一点 好像叫特尔图良的人是讲的 还是谁讲的 因为荒谬所以相信 这跟现在的这种 启蒙运动以后的这种理性思维 是完全不合的 你要因为合理才能相信 因为荒谬所以相信 所以那是当时对于这种 什么复活 这都不可能的事情 一定有别的解释 要不然就他没死 就是昏绝过去而已 后来醒过来以后就被救走了 然后可能变容了 就讲到变容了 在圣经里面 那变容可能就是化妆 然后怎么化到他的 门徒都不认得他了呢 还以为他死了 还去摸他才说 你还活着 后来耶稣就不见了 那有一个说法说 耶稣不见了到哪去了 到印度去了 BBC有一个节目 如果你懂英语 你就可以看 YouTube上有 他到了印度一个地方 那个印度有一个坟墓 坟墓里面埋谁呢 不过你到日本 也有杨贵妃的坟墓 也有耶稣的坟墓 日本也有耶稣的坟墓 耶稣到人家死几次 好惨啊 这都有的事情 只是大部分基督说 觉得他已经升天了 因为这里面有个很尴尬 还有以色列三不五十 就会说 挖出了耶稣家的坟墓 然后死的人里面 有玛利亚 有约瑟 有一个叫耶稣的 有书啊这样写啊 还有人照这个啊 说怎么样 然后有人就说 因为那个时候 这些都是菜奇啊 名啊 所以有那家的坟墓 不表示那个 然后为什么挖出耶稣的坟墓 是教会那么恐慌的事情 因为那就证明耶稣已经死了 他是人不是神 基督宗教就垮了 基督宗教就建筑在耶稣是个神 他升天了 复活了 他有这个能力 所以他会在未来 那个世界末的时候 来拯救我们 这是教会的几大基石 我这稍微跟你讲一下 我们大部分人对于这个基督宗教史的了解 非常的少 所以这个就不知道 那约瑟福是为什么 可以证明耶稣存在 第一个是当时有一个人 记载过类似的东西 然后讲到耶稣 然后讲到他是他们的基督 所以其中第十八卷第三章 有提到耶稣是基督的事情 音译本号称全音译本 应该可以找到 不我没找 凡底部字的这两本书 我还找到这两本 犹太古史两册 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那个段 因为他没翻完 不是他造假 你知道吗 所以后来这本 就找到了 可是我看这本 我还去买了 到校园书房买的 没几个人买这种书 我去买犹太古史 我为了找这个 第几章那个 没有这张 我当然可以很粗略地说 造假 不是 因为他没翻完 这不是我全译本 这个编译本里面有 所以我就告诉各位 研究学问 有的时候有这个问题 你们虽然有些人才大二 我得告诉你 不要相信书上所讲的一切 有的时候书不是完整的 老师讲的 有时候老师会讲错 别的老师可能不会 我这个老师会 好那也有人把新约编了 字典会编 这就比较容易找 现在你当然有了网路以后 那种交互参考 或搜寻引擎 都很容易找到同样的字 或什么 那一般圣经只有原文 加一些文字介绍 还可以参考这种 好 然后这个 这个书 它也是神学 这个研究者 叫做 《读经大历史》 不因为我们不叫《语经大历史》 外人出品 将《语经大历史》 需要考取于《经济经》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圣经 大概是西元四世纪以后 整理完成的 为什么要整理呢 因为有一堆没有收到圣经里面的东西 有一些被新教承认 有一些被旧教承认 所以这东西叫什么呢 翻译有所不同 叫《 Apocrypha》 Apocrypha就是尾经的意思 或者有人说讲尾经不好听 你已经收了 他们认为跟上帝讲的话关系比较小 所以有人叫刺经 第二名那个刺 刺经 有的人把它翻成叫后点 前后的后 虽然不是但是很重要 所以你买圣经 你买新教的圣经 举例来讲你到校园书房去买圣经 没有一个圣经有Apocrypha 因为新教不承认这也是谁 如果你到往前面走一点 到更新文教院买丝高圣经 就有这个东西 因为天主教有相信这个东西 所以圣经看你用天主教圣经 你还用基督教圣经 我花多少时间才了解这些小事 所以这个 所以说你who's bible 然后当时有很多记载 相关于耶稣的记载 被决定不要收入 为什么 我到时候讲给你听为什么 连我们现在来看都觉得这收入好像不太好 收到这段干什么 因为大部分的那个记载都没有这些圣哲年轻时代的故事 小时候的故事跟年轻时代的故事都非常的少 因为记载的问题 那他们没有小时候吗 没有年轻过吗 不可能 所以像这个我们都会讨论一下 然后还有一个翻译的问题 英文没有太大这个问题 中文就有斯高圣经的翻译跟基督教圣经的问题 比如说马斗福音 我们现在都叫利马斗嘛 因为他是天主教徒 所以要翻成利马斗 如果他是新教徒 那一定叫利马太啊 就不会叫马斗啦 马谷福音 这就翻成马可福音 路加福音没有差别 那另外若望福音或约翰福音 所以天主教里面你讲教宗若望保禄几世 若望就是John 你不能翻成约翰保罗 因为那是新教 新教是不相信教宗的 教宗是天主马天主教的 是所谓的旧教的领袖 新教没有这种领袖 新教直接就到老板 到上帝了 就没有经过代理商 那这个是代理商 那是拼金输入 如果我们硬要说的话 好 那这个是这样 然后这个前面这个叫四大福音书 四大福音书有些记载是有相同的 但降略不一 也有完全不同的 那这个在很早就有人把它做了对比 就是哪些地方 那个经典的记载是 降略不一的 哪些地方是只有谁记载 谁没记载 这个现在都不必重新整理 那这个是 第一个这个是根据 天主教圣经来做的整理 然后后面的这个是 根据新教的圣经来做的整理 圣经版本之多会吓死你 我是少数非教徒 圣经大概赐于一个小出版社的多 好 然后还有的这个 这个圣经就加了一个叫做 Five Gospels 只有四大福音书 什么第五呢 他多加一个福音书 他们那个福音书叫做 多马福音书 多马就是Thomas 就小火车那个Thomas 那个Thomas呢 因为在天主教翻译叫多马福音书 多马福音书是后来发现的 到现在为止没有收入任何一本圣经 除了这本叫Five Gospels 因为不被承认 多马福音书呢 很像论语一样的记载 然后都是耶稣讲的话 然后这些多马福音书 为什么后来有些人认为 他是福音的 是应该列入呢 因为都是耶稣讲的话第一个 第二个他的很多话呢 在马太福音里面 可以得到验证 马太福音也出现过 所以那不是一个假的书 所以这里面有所谓圣经正典 就是Canon 就是现在我们的教会接受的 跟经外文献 他就讲的比较含蓄 客观一点 就没有被收入的相关的参考资料 简单讲是这样 所以这个有新约篇有旧约篇 我们到时候会讲给你听 这个你在教会里面应该学不到 神学院能不能学到我不知道 以前我想知道这方面知识 想去神学院上课被拒绝 所以你不是教徒 你不能上神学院 我说你们不是跟他相反吗 应该让我非教徒上了神学院 然后我可能就变成教徒啦 对不对 尤其像我这种一定要理性相信的人 所以我后来就自修 上网去听美国的传教士的网路公开课 我去听圣经的课 听了发现还不如我读得多 我就干脆自己读书 所以我很努力的准备这些课 我希望客观的知道他们信徒想什么 因为我不是信徒 我没办法进入到那种状态 可是我教书我不能来这样毁谤别人 那这些都是相关书记里面的 Testment Apocrypha就是这个点外文献 Apocrypha 它在New Testament它有函Apocrypha 有的就不函 然后这Coptic Gospel of Thomas就是多玛福音书 然后这多玛福音书呢有这不同的翻译 有在这里面多玛福音 然后这奥利金有博塞尔修斯 这里面博塞尔修斯就是一个重要的经典里面说到 因为他驳斥别人 讲到别人的说法 他说别人说耶稣是师生子 耶稣的爸爸是谁 他在这里面有讲 所以是出自这本书 可他驳斥 说耶稣的爸爸是一个罗马兵 那个罗马兵叫什么名字 为什么罗马兵有个名字 然后就可以变成耶稣的爸爸 然后说后来在哪里发现他的坟墓 第一个问题我都已经不能接受 你还讲第二个他有坟墓 他有坟墓 证明他曾经活过而已 那怎么证明他是耶稣的爸爸呢 对不对 我跟你说我没小孩 然后哪一天江湖上有人出现 他孙中心老师的小孩 你第一个要确定 这个孙中心老师是你认识的孙中心老师吗 因为同名同性有可能啊 如果不是 孙中心老师不是说他没小孩吗 他装的你知道吗 他在外面有小孩他都不敢跟你说 你大概就要发展这条路线 那你们这中心可能有说 孙老师是很诚实的人 他不会做这种事 我是相信老师派 然后另外说孙老师才不是这种人 他给我87分 我相信他是假的 你们就可以闹到 也可以闹一阵 好 另外这个 Nakamadi Library 是一个伟大的考古发现 发现那时候相关的 圣经的时代的那些文献 竟然还存在 在那个沙漠的山洞里面 找到了一堆 然后当时找到以后要花时间整理 就开始有阴谋论出来 说他们在销毁那文献啊 哇哇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后来88年终于慢慢出版了 因为要先翻成Coptic文字 然后再翻成英文 然后再确认有没有错误 我告诉你 后来我都以为这个事情很详细 后来我看到一本书才知道天哪 我在讲义里面有讲 意思可以180度 180度对嘛 不是360度嘛 180度的不同 就到底耶稣讲的话 是这样的意思 还是完全相反的意思 有一本书叫楼什么的编的 我到时候会讲给你听 好 这个相关的 The Last Gospel Gospel就福音书 Historical Jesus 这个都有这样的课 下一页 好 那这个是从以前 这个是马克思时代的人 David Strauss 是马克思那时代的人 就写了耶稣传 因为他们在大部分的欧洲国家 天主教或基督教是国教 所以要研究耶稣 或者要走出跟教会立场不一样的耶稣研究 这是一件风险非常大的事情 这是宗教不正确 宗教不正确在当时的风险 跟现在政治不正确 有时候还有过之柔不及 那Rannon这个书也是很流行 在不同时代 那这个书就有不同的评论 觉得他写的不是太好 因为根据的也有限 你看这个史内元忠雄 史内元忠雄是一个日本的 如果你去查史内元忠雄 他最有名的书不是这本 是好像讲日本时代的 台湾的什么东西的发展 什么之类的 这史内元忠雄 他写过一本耶稣传 另外还有这什么 人间的救赎 这些都是跟耶稣有关 这个我只是小屋 有一些是我有的书 实在写不完 其中还有一个 我看看有没有 这本书是讲 耶稣出现以前的米赛亚 这个在西伯来经典里面 一直有不同的米赛亚 所以在那个 有一个叫做施洗者约翰 他就帮耶稣洗礼的人 他虽然在耶稣前面 他就问耶稣说 难道你就是那个 预言会来的那个人吗 这个你这样听 这句话有点那个 他们相信有一个人 会来拯救这个犹太人 那耶稣被当时认为 这句话一直在后来的信徒里面 非常重要 因为暗示了耶稣就是那个人 这有点像你们这也不能这样比喻 还是比喻一下 在捷运站跟人家面交 你是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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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例程 那你是XXXXXXX 因为有一天我的晚辈 过年的时候 要跟他网友见面 男的跟男的 然后说你怎么跟他见面 你有他照片吗 没有 那你们怎么见面 约在什么捷运几号出口 捷运几号出口 一定会一海漂人 你怎么见面 他到时候我们就会知道了 然后他们就去见面 我们都好想跟去 想說這傢伙宅得要死 竟然跟網友見面 然後會不會網友騙他錢 他騙人家是不可能的 兩小時後回來了 所以你們怎麼見面 他說我就到那邊 一看很多人 然後我就拿出手機跟他傳 他也不知道他真的名字叫什麼 然後他就用網路遊戲的暱稱 然後就看另外一個也在傳 然後他就過去說 你是 就這樣啊 然後就約著 然後一群宅男就到7-7買了飲料 還是什麼叫做到公園裡面聊天這樣 我說你們是手機聊天嗎 結果竟然不是 我以為他們到公園然後拿著手機就這樣 竟然不是 竟然這樣還聊兩個鐘頭耶 真實的 以前沒有見過面喔 就打遊戲打的是同一隊喔 我現在對這世界徹底改觀你知道嗎 我以前覺得那個玩物上智啊什麼 現在發現不錯不錯不錯 還有去跟人家聊天的能力 好那這也是這個 這個歷史上真實的耶穌 李老師這本書我最近看 他不是 他是理工科教授啊 但是他寫了很多 我覺得他參考了很多資料 真的啊 可是他的推論 我覺得有問題 我覺得他不喜歡基督教 所以常常什麼耶穌失聖子 那也是我看他書看出來的 可是我覺得這證據很薄弱啊 說耶穌很憤怒 所以他可能少年時期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憤怒的人很多啊 有的人確實有這什麼 可能是養父的關係啊 可能什麼的 那有的就是他憤怒啊 可能跟他有什麼失聖子 一點關係都沒有啊 講了這個講了那個當作 我覺得這都是 circumstantial 我要是法官我一定駁回 這不是直接證據嗎 講的撒有其事的 舉了很多資料 但是我覺得推論有問題 你有機會你看一下 我還不是基督徒啊 我坦白跟你講 我只是認為我們做一個什麼結論 要有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懷疑是懷疑 我們要講清楚 我們不要把我們的懷疑 當成是真實發生的事情 我覺得做一個老師或寫書的人 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這樣 他寫歷史上真實的耶穌 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好 接下來這個什麼 through的 這個也有翻譯 歷代耶穌形象 這個也有翻譯 你知道耶穌長什麼樣子嗎 如果你有機會 你輸入BBC 然後耶穌 BBC有一年製作了一個 找了專業的人士 然後 根據現在的科學知識 說如果耶穌存在的話 他又是巴勒斯坦地區的人 請問他大概長什麼樣子 網路上有啊 絕對不是白人 絕對不是白人 絕對不是那種留著長頭髮 很帥的帥哥那種 絕對不是 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BBC有沒有看到照片 看到了嗎 我看看你看是不是那張 對就那張 看了下面什麼山頂洞人 什麼之類的那種 他查到了 所以你們可以回家查 這個圖片 還是這個可以上網的 那是耶穌長什麼樣子 他說根據這個現代科學 怎麼樣 還有當地的人 怎麼樣 BBC Jesus 好 欸 你在街上碰到他 你不會覺得說 Are you Jesus Oh Jesus 對不對 就這樣 BBC 不是任何毀謗中間 那我們通常看到 來你把這樣收起來 你看我們通常看到 是下面這些圖像 包括藝術史上 很多人畫了這個 這個你看這個黑人圖像 這個我們看到的是 大概是這種多 對不對 這種 你看這種跟這種 Who are you Jesus 所以孔子長怎麼樣 我也很希望BBC來做一集 然後根據現在山東人的基因啊 然後這電腦合成啊 然後再算一下 大概演算法啊什麼 根據歲月呢 看孔子大概會長什麼樣 好 所以這個是這樣 然後怎麼製造耶穌 這個書名很炫耀 史上No.1 暢銷書的傳操 更動跟勿用 這本書真的沒有寫得 像他書名那麼聳動 沒有 我講的故事比他還聳動 他真的沒有那麼聳動 他也是這個基督教的 傳教師後來離開了 這也有一個很奇妙的故事 你有機會你上網去看 好 那這個釋迦摩尼跟 Jesus and Buddha 這少了一個D and Buddha 就是告訴你這兩個說法 parallel saying 就是聖人說法都差不多的 不要因為他是佛陀 他是耶穌 所以講法好像有十萬把錢 沒有啊 這些講法都差不多的 所以也就是這樣 後來就有人研究這個叫 global ethics 人類的文明可能因為我們所信仰的基本東西是差不多的 所以人類有和平的可能 不管什麼宗教 因為我們相信的基本價值是差不多的 所以這個parallel saying就是這樣來 所以1990年代有很多這種哲學家 宗教學家 坐下來開會 說好吧那你們的宗教認為什麼是最基本的東西 然後大家集合起來整理的結果 沒有一個跟神有關 共同的信仰裡面 第一個叫人道原則 要把人當人看 第二個呢原則呢分成 消極面積極面 消極面叫做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積極面呢 叫己利利人 己達達人 所有的話都可以在讀文語裡面用這種方式表述 沒有一神論 然後你那個有一神有二神有多神 那個在各個宗教這個沒有共識 有共識就剛剛講這幾點 所以這parallel saying 大概也是類似這樣的東西 所以各位今天你學到的雖然是孔子 你學到的其實是你們將來 如果人類要有一個更好的未來 而不是流浪地球這種 有更好的未來 你學到了就是讓你能夠跟別人交往的一個 跟別的文化人能夠交往的一個基礎 我期待你們是這種世界 所以先把你準備好 你有讀過 你學過 你自己再去就比較容易 好那接下來是 耶穌的相關的女人都叫瑪莉亞 這個還好她那時候沒有外勞 不然的話也叫瑪莉亞 這不是很尷尬嗎 下一頁 那這裡面就有聖母啦 因為在天主教裡面聖母的形象非常重要 在基督教裡面相對而言不重要 相對而言 所以這個天主教裡面以前我的 我們小時候就問人家說 天主教跟基督教有什麼差別 說一個拜聖母啊一個拜耶穌啊 以前的有個簡單說法是這樣 這當然是不正確的 那這裡有Mary through the centuries 這也是Pelican寫的 其他的因為那個 因為丹布朗的關係 因為這個丹布朗的關係 所以呢很多人開始就對耶穌跟 Mary Magdalian 叫摩大拉的瑪莉亞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就開始有了一個八卦的傳說 那個傳說其實非常久了 只是丹布朗把它寫在那個叫什麼電影 達文西密碼 自己講完自己都忘了 達文西密碼效應的影響 所以Mary Magdalian就很多很多的 這個翻案的說法 但這不是現在才有 以前有人講沒人注意 所以有時候通俗電影會影響到一些事情 還有講到女人 因為我覺得大部分的宗教都忽略女人 所以我會特別講到女人 像剛剛講到佛陀那個故事 他也是忘掉不知道怎麼跟女人相處 我覺得這個時代 特別是男同學 如果不知道怎麼跟女人相處 你真的可以去廟裡面修行 可是那個善男妻女還有很多 你也要覺得怎麼跟女人相處 所以我覺得跟女人相處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特別對於一個男的老師來講 還有靈芝派的文獻 這個靈芝派經典 就是Gnostics 還有基督教的禮儀節日 這是我所謂的身後 什麼叫聖化的 這叫神聖譜 這也跟那個一樣 跟儒教的一樣 那這個是參考中共劇書 這只是我有的或我知道的 其中一定有更多 因為基督宗教在國外 最後一個人要講 叫穆罕默德 有的伊斯蘭教徒 有時候叫回教徒 就簡稱穆聖 穆罕默德這個聖人 伊斯蘭教 跟天主教的一個大問題 伊斯蘭教也相信耶穌 但認為耶穌只是一個先知 那你想 我的總統是你們的一個省長 這兩人談得下來嗎 你懂類似的意思你知道嗎 我的信仰最高對象 應該也是你的對象 我們還能坐下來談 我的對象是先知 那穆罕默德也是先知啊 所以穆罕默德不是伊斯蘭教的神啊 伊斯蘭教的神只有一個叫安拉呀 所以穆罕默德是最後的先知 穆罕默德以後還會來嗎 不會 穆罕默德已經來了很多人 其中有一個叫耶穌 然後在伊斯蘭教的翻譯裡面 中文翻譯叫耳煞 耳情的耳 耳不是耳心的耳 聽起來 這個耳 出耳反耳的耳 煞是灑水的灑 耳煞 你想跟Jesus或耶穌 沒有差太遠的 雖然我念起來差得很遠 那是我的問題 所以這個伊斯蘭教跟天主教 或基督宗教 這一點上面就沒有共識啊 你說下面還能談嗎 那從伊斯蘭教來想 那你幹嘛把先知奉罩 跟安拉一樣的地位呢 那這就基本就談不攏啊 完全沒有共識了你知道嗎 這不管哪一天都沒共識啊 9月1號9月3號都一樣沒有共識 好那接下來就是阿拉伯史啊 現在的書 台灣的書越來越多 我有的沒有加進去啊 這個是大陸的書 好接下來 這是個背景 我們要知道它出現的背景 古蘭經方面啊 這個在伊斯蘭教叫古蘭經 然後在這個一般的人都念可蘭經 為什麼 這跟英文翻譯有一點點關係 英文最早叫koran K-O-R-A-N 那現在呢 為了尊重這個宗教 這宗教開始告訴你 我們那個經典不叫koran 叫koran Q-U-R 然後一撇 A-N koran koran 就不是koran 聽起來就像罵人 懂嗎 所以就叫古蘭經 各位學了書 學了這個上了課以後 講話有一點文化 對人家尊重 就不要說你們回教徒 說回教徒可能還可以 伊斯蘭教徒 古蘭經 懂嗎 古蘭是什麼意思 我們到時候上課會收到 你上網查也會有的 所以這裡有伊斯蘭教解明經典 這大陸出的多 台灣出的少 台灣對宗教研究 很多都是在實踐派 很少理論派 所以基督宗教的書 很多也是香港人神學院出的 台灣幾乎很少出 出了一般也看不到 我以前常逛校園書房 看有沒有什麼相關的書 都是傳教的書 沒有這種研究的書 所以這個伊斯蘭教 伊斯蘭教史 大概都是這樣 好接下來 我們大概念古蘭經 不太需要念到古蘭經 因為古蘭經有關 穆罕默德的記載 非常的少 穆罕默德的記載 大部分都在所謂的聖訓裡面 伊斯蘭教有五大聖訓 這五大聖訓呢 在我第一次教書的時候 幾乎沒有 只有精華版 現在五大聖訓全部有 我家全有 所以已經不是精華版 聖訓就是不同的弟子 聽到的穆罕默德的生平的故事 然後有不同的宗派 信不同的聖訓 好 好 我們到時候再繼續講 這裡就叫做QURAN 這現在的這樣分 平板 QURAN 一撇 An Introduction 現在沒有在KORAN 那已經表示你的英文 是很落後的英文了 好 接下來 有一個中文的書 是不是在前面 好吧 我基本上是以那本中文書 好這個就是聖訓 目前中文一本由 穆罕默德聖訓 這穆罕默德不是 我們講的穆罕默德 很多人在回教徒裡面 不避諱 穆罕默德的名字 都叫穆罕默德 有些伊斯蘭教徒 喜歡男生 喜歡把自己的名字叫穆罕默德 女生喜歡把自己的名字叫阿依莎 也是穆罕默德的太太 所以這是其中的一個太太 所以這是跟基督教不太一樣 基督教在天主教中南美的教徒 很喜歡男生 很喜歡自己叫黑樹 就是Jesus 中南美的男人 很多人就英文名字就是Jesus 那我們中國很少人把自己叫邱 孫邱 沒有人這樣 因為我們尊敬古人 大概都不會取他一樣的名字 對吧 你只能說近一點 人家叫孫中山 你叫孫中興 譬如說這樣 近一點 摘一點邊 摘一點醬油 你看像布哈里聖訓就是精華 這裡呢 布哈里聖訓全集 然後布哈里聖訓全集 總共有兩部 然後這個布哈里聖訓全集是四側 穆斯林聖訓 這邊是穆罕默德 穆斯林也是另外一個人 不是回教徒的意思 這個有布斯林聖訓 布聖訓總共有兩個 然後有薩納儀聖訓 有埃布達悟德聖訓 有提爾米茲聖訓 有伊本馬則聖訓 有五大聖訓 都是那故事 對於這個我們到時候會講 對於這個聖訓講的話 我們怎麼要相信他講的話 我覺得伊斯蘭教徒非常厲害 他會講第一段聖訓裡面一定第一段 告訴你來源 誰誰誰聽到誰講的 誰誰誰聽到誰誰誰講什麼的 那個誰誰誰誰誰那個 傳述的過程非常的清楚 有的是誰誰誰親眼見到 穆聖做了什麼事情 佛教呢就說 一時佛在捨為國 如是我聞 這個我是誰 通常說是阿難 所以呢時間很不清楚 一時 好地點很清楚捨未成 論語呢就沒這套 論語常常不知道在什麼場合講的 子曰有教無類 最好背對不對 因為去到子曰只有四個字 子曰君子不棄 這都是大家很喜歡的字 因為這只有四個字很好背 那什麼場合講的啊 誰聽到的啊 都沒有記載 所以相關這些 我覺得在伊斯蘭教在這個記載是最清楚 當然有一些叫假聖訓 然後你知道古蘭經怎麼來的嗎 古蘭經是兩個天使 天使擁抱的穆海默德 讓他背出來說你講 我不是字的 你講 我不是字的 後來講出來就是整篇古蘭經 所以有人說古蘭經是偽造的 說那不是字的人怎麼能偽造 然後呢還有那個最特別的地方 叫做魔鬼詩篇 上網去查一下 魔鬼詩篇呢除了寫小說這個人 魔鬼詩篇是有個典故的 魔鬼詩篇 Satanic Verse 除了那小說以外 魔鬼詩篇是有個典故 你可以查一下 到時候我們上課會說 那這聖訓有一些研究 下一段 我要講的大概根據這本 明朝的人叫劉志的人 1724年叫天方至聖十路 我們那個把阿拉伯叫天方 天方夜潭 各位記得嗎 就是天方 至聖當然就指穆海默德 這至聖當然不是孔子 因為至聖先師 這個好像到了清朝才有 所以至聖當時不是孔子的專利 現在講至聖當然都是孔子 好 那這些書有一本 我現在能找得到嗎 有一本就是污衊這個 馬默德最有名的一本書 然後最後這個 你現在在台灣可以找得到 這葛蘭的書 Gulen 就因為我沒找到 這個人呢 就是土耳其前一陣子 政變的時候的重要的 政變方的 號稱的精神領袖 他住在美國的費城 然後他在黨政軍各界 土耳其黨政軍各界 很多人都是他的弟子 他是那種伊斯蘭界裡面的重要的 重要的類似 要叫什麼 領導人 Gulen 所以有一個你上網可以查到 如果你英文好一點 Gulen Movement 就是相信他所闡釋的 這個古蘭經的經典的要益 所以現在的那個總統 還在當政治的總統 就很恨這一批人 所以政變沒有成功 把那些人全部都抓起來 叫艾爾道灣海 什麼之類的一個名字 所以他寫了一個 跟穆罕默德有關 所以他辯解了很多書 辯解了很多西方的說法 然後這個我在講義裡面 也有把他的辯解都寫出來 那辯解你能相信 或不能相信是一回事 那有一本書 講穆罕默德跟耶穌的比較的 講穆罕默德的繼承人 這跟伊斯蘭教國家 跟現在阿拉伯世界有關係 阿拉伯的是哈利法制度 所以你說什麼杜拜 哈利法塔 哈利法是什麼意思 你可以上網去查 這我們到時候也會講 如果你對這個有興趣的話 所以那個制度 跟西方民主制度是不一樣的 當然所有的宗教 最後都有這個問題 就血緣的問題 還有跟弟子的問題 誰是那個真正的傳人 大部分就說 兒子女兒或女婿 當然是傳人 那有的時候不是啊 最好的弟子是傳人 誰是傳人 我們在大學教書有個好處 只要認真聽的人都是傳人 哈 而且我沒小孩 所以不可能說 哎呀老師那兒子才是傳人啊 聖哲哲學他該教第二代啊 對吧 他是聖哲二代啊 你不用擔心 所有人可能都是傳人 當老師最大好處是這個 因為我們永遠不知道 在你們雲雲眾生來上課裡面 歷代還有未來的人 還有看電視的人 看錄影的人 你不知道誰將來會在這條線上 繼續走下去 就像這些聖哲一樣 他不知道誰會走下去 但是如果你教的 真的是有道理的東西 就算你不知道 他也會傳下去的 我希望我這門課也能傳下去 他們會傳下去的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會因為我這門課 而增加一點什麼 減少一點什麼 但是我們能不能從一個 比較世俗的觀點 抱著尊敬的態度 不是那個業餘態度 來研究這些現象 這是這門課的重要目的 不是要跟你傳教 不是要講誰最好誰不好 沒有這個任何這個意義 這段課程 我們這次的造型 這次造型 是一個最好的 感谢观看